第二期一张 华氏正骨 曾一层人群中穿过 发现这里还有人在做生意 有租椅子的 5块钱一个小时 来整骨的人 大部分都是腰腿疼痛 无法久站 所以租椅子的生意还不错 这回功夫租出去有5-6把的样子 还有坐黑车的 进去的人都必须忍守一张X光片 有些从外地来的人 没有拍X光片 又对荣城的交通情况不熟 这些人就负责用车 把你送到最近的医院拍片子 再把你送回来 50块钱一个来回 这个价可不便宜 平时坐出租车 从荣城的最南边坐到最北边 也就30多块钱 何况最近的西医院距离这里只有两站路 区区800米远的距离 别说是曾一 就是他身后的苏建纯 今天也是大开眼界 长了见识 这个诊所的门口 完全就是一个小社会 三教九流 五色人等 一应俱全 比起大医院的就诊情况还要复杂 曾一走到楼前的台阶上 道 麻烦 我想问一下 干什么的 往后退 胖中年手里的棍子力士扫了过来 抽在曾一的大腿上 然后不耐烦地喝道 往后退 往后退 这动作 这语气 都让曾一很不舒服 完全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在教训三岁小孩子 不过曾一还是耐着性子道 我想问一下 排号是不是在这 你这人是耳朵有问题呢 还是听不懂人话 胖中年蹭一下站起身 曾一还没火呢 他倒先火了 拿着棍子往后一指 喝道 我让你后退 后退 说五六遍了 你总听得见吧 要是真听不见的话 我给你指个道 出了医院的大门 你往左拐 两站路就是医妇院 挂个耳科让大夫好好看看 看好了再来 叶清汗顿时火了 曾一好言好语的向你请问 你哪怕就是不回答 也不用这么损人咒人吧 道 怎么说话呢 你会不会好好讲话 怎么着 你是大夫 会看病是不是 不会讲话你也能治 胖中年鞋撇了叶清汗一眼 这是在提醒呢 别忘了 你是来看病的 想看病 就最好给我老实点 我说的不够清楚明白吗 往后退让大伙都听听 看是我说的话 没人听得懂呢 还是有人白掌了一对耳朵 不听人话 叶清汗脸色愤然 往台阶上一步 他是忍不住了 曾一伸手 又拽住了叶清汗 跟着整看门狗 没有必要一般见识 何况重点不在这里 是在这山防道门的背后 胖中年看叶清汗还敢翻脸 一伸手 就去推曾一 我再说一遍 往后退 苏建纯的腰都崩成了一个弓形 随时准备出手 他知道曾一之所以不发脾气 是要进里面去看看 所以就忍着了 但此时看胖中年伸手要推曾一 苏建纯就没法再忍了 他怕曾一再受伤 胖中年的手马上要碰到曾一 曾一突然往后退了一步 带着叶清汗往下退了一个台阶 旁边的崔恩西赶紧一付增议 然后呵斥道 我警告你 他的身上有伤 你要是在动手 我们就不客气了 崔恩西也生气了 看着胖中年训斥别人 跟训斥增议 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他此时也气得捏紧了粉圈 胖中年冷横一声 来这里的哪个身上不带伤 有伤你还敢跟我耍横 找死他根本没把崔恩西的警告放在眼里 身子往前再气一步 手中棍子一扫 再往后退 后退 棍子扫过 差点就打在曾一几人的脸上 曾一只好一手一个 拽着叶清汗和崔恩西再往下退了一个台阶 胖中年的棍子连续扫了几下 逼得曾一连连后退 最后不但下了台阶 还站在了距离台阶有三不远的地方 崔恩西和叶清汗生气到不行 要不是顾虑到曾一身上有伤 两人怕事就要一甩胳膊 挣脱曾一要跟这胖中年发飙了 这也太欺负人了 那语气 那口吻 根本就像是在喝吃猪狗牛羊一样 苏建纯冷哼了一声 他已经把这胖中年的样子 死死印在了脑子里 你等着 回头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就站在那里吧 那胖中年居高临下 藐视了一眼 然后坐回到自己的唐衣里 小棍子往手里一拍 翘起个二郎腿 道 说吧 你什么事 崔恩熙和叶清汉一听 肺都气炸了 这死胖子平白无故把别人训斥一顿 原来就为了让你站在他指定的地方 如此才能跟他讲话 欺人太甚啊 实在是欺人太甚 曾一已经没有跟胖中年说话的兴致了 他瞥了一眼苏建纯 心道都说政府衙门的脸难看 话难听 可比起眼前这个 就要远远不如了 这哪里是看病 根本是找病来了 骨伤好了 人被气瘫了 苏建纯收到曾毅的颜色 往前一步 道 这位大哥 看华大夫是不是要在这里排队 胖中年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拿棍子往苏建纯脚下一指 道 在那站着吧 等我叫你的名字 苏建纯根本没理着一茬 曾毅没打电话预约 怎么可能被叫到名字 他直接往台阶上去了 道 大哥 我看我名字在不在名单上 胖中年不耐烦一甩手 道 都有 都有谁批准你上来的 下去下去等我叫名字 苏建纯上前两步 没等胖中年发作 就一把将他按在了椅子里 然后嘿嘿一笑 道 就麻烦你给看看 我的名字到底是不是在上面 下去 在下面站好了 再跟我讲话 胖中年还挺横 听明白没有 沉人不注意 苏建纯把两百块 放在了胖中年手里写名单的小纸片上 你看我这都上来了 就给看看吧 胖中年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翻出后面的小纸片 把那两百块加了起来 这脸色彩有些好看了 道 说吧 叫什么名字 张大勇 苏建纯随口揉了一个名字 胖中年随便往纸片上一看 就拿手一戳 道 找什么急 你的名字不就在这里吗 下一波第一个就是你了 苏建纯心中冷笑 马匹的 老子随口舟的名字 就在名单上 还在下一波第一个 原来你小子故意数落别人 是嫌别人不给你发红包啊 行 今天老子就给你发个大红包 那我就放心了 胖中年的棍子就在身旁又画了一个圈 既然上来了 就站这里等着吧 苏建纯就往旁边一站 脸上毫无表情 心里已经在琢磨怎么收拾这胖中年了 此时防盗门一开 一下走出了四位患者 就是刚刚才进去的那一波人 曾义看了一下时间 发现这才过去三分钟多一点的功夫 这个效率可实在是有点惊人啊 胖中年就又开始点名了 等他点够十个人 里面的十个人也刚好都出来 这一波十个人就往里面走 曾义抬腿要进去 苏建纯自然要跟上 胖中年就到 不许带家属 哪个是患者 让他自己进去 没事 我进去看看 曾义以白首 是以苏建纯不用跟进去了 他还专门测了测身子 让身后的九个人先进去 自己最后一个进 房间不大 就二十个平方出头的样子 靠左手边的墙跟前 摆了七八张椅子 靠右手边的墙边 放了三张平板床 铺着海绵电子 按顺序 一个一个来 都把X光片准备好 门口摆了一张桌子 坐着一位年轻人 脸色很臭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摆满了一扎一扎的红钞票 钞票上面 多了一台点钞机 看来这才是 真正负责收钱的人 那堆钞票 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了 曾义就在最后一张椅子上坐下 看看这花老儿子 到底要怎么来治病 先上去三个人 分别在三张床上趴好了 就有三个大夫 拿起了他们的 X光片开始 也没穿白大褂 岁数大的 有四十多岁 年轻的那个 看样子只有二十岁出头 曾义也分不清 哪个才是花老的儿子 三人看完X光片 岁数大的那个 问了一句 多久了 病人答 三四年了 第一次来我这里吧 病人犹豫了一下 答 第二次了 上次肯定不是我给治的吧 上次也 病人还没说完 就听咖一声 那大夫已经上手了 毫无准备之下 疼得病人闷哼了一声 好了 那岁数大的大夫整了整衣服 道 回去静养 下一位 曾义目瞪口呆 这 这也太神速了吧 一不问症状 二不问病史 三不咨询病人平时是否有其他治疗手段 甚至都不上手去触摸一下患处 只凭一张X光片 上来直接就是最猛的那一下 这也叫正骨骂 后面还有让曾义更吃惊的 那位年轻的大夫看完X光片后 根本连问都不问一句 让病人按自己指定的姿势啪好 就是猛然一按 一声咔嚓之后 也是那句话 回去静养 下一位 曾义终于知道 华老为什么能一上午就诊完50个病人了 这完全就是工业流水生产线啊 一看X光片 再猛然一按 一个病人就交代过去了 X光片确实可以更直观 准确地看到病造所在的位置和情况 这一点增益并不否认 但正骨却不能这样做 人体有几百块骨头 但没有一块骨头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 在对病变畸形的骨头进行矫正前 正骨的大夫 一般都会对其他关联的骨头 进行一番矫正松动 如此把出位脱出的骨头复位时 才不会对周围的骨头造成新的压迫 导致别的骨头变形脱位 而眼前这是什么啊 根本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依靠发力的技巧 一下把病变脱位的骨头复位了 病人当时肯定是松快了 那这样复位的骨头 究竟有几成痊愈的机会 如果再引起关联骨头的新病变 那岂不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 两位病人从床上下来 到门口去交钱 每人三百块 曾毅再次砸舌 识破门口的那个骗子后 他以为三百块或许就是骗子随口一说 没想到这里的收费标准 还真的是就三百块 从进了这扇门 到往床上一趴 再到下床交钱 前后不到三分钟 折合下来 平均一分钟就是一百块钱 这哪里是治病的三位大夫 往床面一站 根本就是三台活动的印钞机 而病人得到什么了 一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二不清楚平时需要注意什么 甚至连自己的病情都没弄清楚 就稀里糊涂就把钱就交了出去 说不定还因为这次的治疗 受到了更大的暗伤 此时又上去两位患者 地上X光片 然后往床上一趴 静静等候着大夫对自己下手 曾毅的心中一阵阵发冷 这就是南疆第一的华氏正骨嘛 第一批的三位患者里面 就只有一个还在那里趴着了 一个绑圆腰粗的大夫 在他的背后来回暗着 曾毅看得明白 那不是在正骨 只是一般的按摩 因为这位患者的X光片上 根本就没有异常 换言之 他的骨头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的疼痛 可能是别的问题引起的病 或许是肌肉 或许是神经 或许是中风 或许是风湿 那位绑圆腰粗的大夫 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却根本不提这件事 而是按部就班的 做着按摩的工作 看看时间差不多三分钟了 就停下手 吩咐医生回去静养 然后让病人下床去交钱 曾毅在这一刹那 都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了 可见心中有多么气愤 他终于明白 外面那个胖中年 为什么会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态度了 在这伙人的眼里 患者根本就是主动送上门 伸长了脖子等着自己来宰割的牛羊 自然无需好言好语了 平时都说西医独大 所以西医大夫心狠手辣 可就是衰落到了极点的中医界 又何尝没有败类呢 中医没有善恶好物 只有人性 才有善恶好物 曾毅胸中猛然一痛 痛彻骨髓 就是上次在东江儿童医院 看到那位孙云水大夫的恶行时 他都没有如此心痛过 他心中一直都以中医为傲 此时亲眼看到中医里的败类 就像是浑身的骨头都给打碎了一样 虽然没有病痛 额上的汗珠 却开始滴滴答答地掉了下来 咔吧 曾毅一捏拳头 站了起来 过去一把拽住正要付钱的那位患者 慢着 那人还在愣神的功夫 曾毅已经抄起他手中的X光片 来到那名榜员妖粗的大夫面前 啪的一声 把X光片束在对方的面前 我想请教你一下 他的骨头到底哪里有毛病 你又做了什么治疗 榜员妖粗先是一愣 随即就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跟他什么关系 回答我的问题 曾毅的目光紧紧盯着对方 那患者还很纳闷 怎么回事啊 榜员妖粗看曾毅手里没带X光片 又看了看那位患者的表情和反应 心里就明白过来了 副手往那一站 道 你是来捣乱的吧 这里不欢迎你 出去 这一下 屋里的三位大夫全放下了手里的患者 门口那位负责收钱的年轻人 更是一把抄起屁股下的凳子 怎么着 进来偷是惬意的吧 滚出去 榜员妖粗猛一抬手 指着房门 单手插腰 小子 趁老子还没翻脸 自己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否则别怪我客气 马匹的也不打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 门口的年轻人拎着凳子 你胆子胆挺肥 赶到华大夫诊所的来偷意闹事 我看你是欠收拾了 这年轻人挺聪明 不提闹事 而是说增益是来偷意的 周围的患者一听 心中恍然 原来这小伙子是来偷意的 难怪一招先 吃遍天 真要是能把华大夫的手艺学个一招办事 这辈子都不愁吃喝了 你看看人家那桌子上摆的钱 多的都只能用点钞机来数了 就你的这点手艺 还不配我来偷师惬意 曾姨冷哼了一声 对那榜元腰粗道 你就是华彩堂的儿子吧 华彩堂就是华老 曾姨现在动了气 也懒得叫尊称了 这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榜元腰粗一听就生气了 六子 你还戳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把这个偷意的家伙给我请出去 叫六子的年轻人 提着凳子往曾姨面前一站 道 小子 识相的 就自己滚出去 要是让你六老子动手请的话 可救 曾姨一抬手 一个巴掌就打得那六子往后猛跌 把身后的床都撞得歪在一边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这样跟我讲话 这一下 屋里就爆了 榜元腰粗从床后面冲了出来 捋着袖子就要上前动手 花老 您怎么过来了 呵呵呵 此时门外就传来那个胖中年的谄媚的呼声 听得见他噔噔噔下台阶去迎接了 第二期二章 散架 华彩棠去而复回 没有在市中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看到曾姨 反而是把现场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惊动了 一打听 他才知道曾姨去了后面的诊所 于是就赶紧寻了过来 一进小院子 华彩棠就看到了崔恩西 前不久的中医研讨会 他也在场 亲眼看到曾姨和崔恩西交谈甚欢的情景 虽然华彩棠在南疆的中医界很有名气 但在那个场合 他只能是个听众观众 坐在下面静静看着听着一切 根本没有上前认识崔恩西这些人的机会 是崔小姐吧 华彩棠笑着问了一声 就到了崔恩西面前 小呵呵道 果然是崔小姐 你好 咱们在中医研讨会上见过的 胖中年此时紧紧跟在华彩棠的身后 准备大拍一下马屁的 华老平时可是难得来这里一趟呢 谁知华老一开口就把他给吓了一跳 难道华老和这些人是认识的吗 崔恩西只是淡淡一笑 微微欠身致意 你好 研讨会上人太多 他对华彩棠没有什么印象 对了 怎么不见曾一里是啊 华彩棠左右一看 把自己的尴尬一语带过 刚才他还在电话里跟我约好的呢 崔恩西就知道这人是谁了 道 曾大夫到里面去了 华彩棠就觉得有些不妙 好端端的 曾一为什么要进去别人的诊所呢 这可是同行的一个大忌 而且刚才在电话里 曾一明明说的是他自己的一位朋友要正骨啊 当即华彩棠不敢耽搁 抬手道 崔小姐 那咱们里面说话 里面说话 说完 华彩棠几步上了台阶 胖中年抢在前面 赶紧掏出钥匙打开了防盗门 一打开门 就听到榜原妖粗的怒吓声 狗东西 我看你是找死来的 敢在我华细腻的地盘上捣乱 今天要是不给你长点记性 你就不知道你华大爷是干什么的 华彩棠看清里面的情形 当时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儿子华信义正轮起一把折叠凳 楼头就朝曾义砸了过去 他心中一急 大喝道 放肆 助手给我助手 话音没落 华彩棠就感觉身边一阵风卷过 一道黑影就冲了进去 然后就听喷一声巨响 折叠凳断为两劫 华信义被人拧着脖子就按在了墙上 脑袋撞在墙上 又发出一声喷的声音 苏建纯抓着榜原妖粗的头发 往后一拉 然后又要往墙上再去撞 华彩棠急忙喊道 助手 助手 苏建纯这台松了手 把华信义一扔 回身站到曾义旁边 冷冷看着屋里的一切 妈的 华信义从地上爬起来 已经是怒火上头 弯腰还要去找家伙时 嘴里叫嚣道 狗东西 老子今天要是不费你个零件 你就 你给我闭嘴 华彩棠大喝一声 站在自己儿子面前 狠狠地瞪了一眼 成和体统 满口打打杀杀 还有没有大夫的样子 给我闭嘴站到一边去 华信义被华彩棠再次喝斥 这才放弃了在动手的冲动 狠狠站在一旁 咬牙瞪着曾义 华彩棠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 这都要你死我活了 他心中隐隐有些不舒服 幸增的你一个电话 我大老远就折回来了 可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竟然到我儿子的诊所来闹事 曾里是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华彩棠就问道 叶清汉也催恩西看到里面动了手 也急急跑了进来 一脸紧张地站在曾义的身后 想看看曾义有没有事 曾义微微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然后道 多问一句病情 便要拔全相向 华大夫真不亏是名医之后 这气魄可比别人要大了很多 华彩棠的脸一黑 他听懂曾义的意思了 这是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也是在提醒自己 明医的名头来之不易 不要让你儿子的胡作非为 败坏了你的名头 华彩棠就回身一顿华信义 道 你这个混账东西 还不像曾里是道歉 道什么歉 华信义抬手指着曾义 这小子根本就是来找茬的 你是什么东西 别人的病情要你来问吗 狗拿耗子多 闭嘴 华彩棠狠狠训斥一句 他怕自己儿子在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说出什么出格的话 把事情弄得更加无法收拾 就赶紧点明了曾义的身份 曾理事是省中医学会的理事 保健局的专家 他问你话 那就是在提携你 你小子不要不识好歹 华信义吃了一惊 他已经隐约猜到曾义是谁了 提携可不敢当 不管是在华老面前 还是在华大夫面前 我都是个晚辈 曾义冷冷说着 华彩棠这话明显就是在维护华信义 顺道还暗讽曾义手伸得太长了 我还没老死呢 我儿子还用不着你一个小辈来教训 正好华老也在 晚辈就斗胆请教一下 曾义拿出那张X光片 束我眼拙 这张片子还要请华老上眼一看 看看这骨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华信义就脸色一变 那个病人是他接的 骨头有没有问题 他自己最清楚 华彩棠一看自己儿子的表现 就知道这是让人家曾义拿到了把柄 心中更为不爽 不过他没接过片子 他要是看完下了结论 那就是砸自己儿子的招牌 殊不见亲 华彩棠在这个时候 自然是要维护自己儿子的 他回过头 对华信义道 你这个混账东西 曾理事跟你探讨病情 那是看得起你 你竟然要对曾理事动手 真是混到到了极点 还不赶紧过去道歉 华信义知道了曾义的身份 自然就不敢拧着来了 别说曾义是南疆省的一号御医 就是人家那个终于要学会理事的身份 要想下个半子对付自己 办法多的是 他就上前几步 道 曾理事 对不住啊 刚才不知道是你 我的脾气冲了点 你多海涵 晚上我白酒向你谢罪 你不要跟我这种粗人一般见识 曾义今天到这里来 是因为他在前面门诊大厅 听说华彩堂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就处理完了50个骨伤患者 这在他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心中疑惑好奇 想着解开这个谜题 这才跟到了后面 谁知道了现场 他才发现这里的情况有多严重 都说医生是要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而这里却根本就是痛苦之地 病人身上带伤已经是痛苦不堪了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只为能解除病痛 好让自己轻松一些 结果见到医生之前 却要先忍受门口那位胖中年 尖酸刻薄和恶语相像 身上的痛苦还没有解除 心里再添一份痛处 如此痛上加痛 你于心何人 即使这样 病人也硬生生忍了下来 只要能治病 病人觉得自己受点气 来点骂 不算啥 收费比较贵 也还能接受 可你收了病人的钱 却已不告知病情 二不尽心治疗 只当病人是自己赚钱的工具 恨不得病人放下钱就立刻走人 免得耽搁了自己赚钱的速度 可因此耽误了病情的治疗 或者留下更大暗伤隐患 这难道就是病人花了钱 又忍气吞 声索求来的结果吗 这哪里是医生 分明就是白衣屠夫 曾一心中生气 听华氏夫子这么说 就明摆着是要互相维护 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华欣一所后悔的 只是刚才没认出自己 打错了人 惹了不该惹的人 今天要是再换另外一个人 多嘴问一句病情 怕已经被打了出去 对于这样的态度 曾义也就不再客气了 道 道歉免了 你只要告诉我 这位患者的骨头到底有什么问题 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做到了然于心 尽到你医者的本分 也就行了 华欣一脸色再变 他没想到曾义还死咬着自己不放 可 花彩唐请客一生 他也觉得自己儿子真是不会说话 难道认错了人 就可以成为拔拳相向的理由吗 这样的道歉 就是自己也难以接受啊 他就想出来打个圆场 曾理事 要不 如果华大夫不能解释我心中的疑惑 我会再去找合适的人 合适的部门去请教的 曾义冷冷了下一句 华欣一当下脸都有些白了 他这个诊所根本见不得光 这是他转外快的地方 根本没有任何手续 以前没人来找查 那是因为大家都顾忌自己 老子是保健局的专家 认识省里的领导 所以只要不出医疗事故 大家只当没看见 轻易不来惹这个麻烦 但如果是曾义来找查 那自己铁定是完了 不光要声明扫地 还要应付很多的衙门口的秋后算账 华彩堂气的都要吐血了 这曾义根本就是仗势欺人 他很想一甩脸把曾义赶走 可又知道这不行 他一跺脚 道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曾理事的话吗 华信义也恨不得将曾义撕碎 却又无可奈何 今天真要是把曾义惹急了 就不是隐门病情 欺诈病人这么简单的事了 而是自己今后 还能不能继续在中医结婚的问题了 他上前两步 从曾义手里接过那张X光片 拿起来对着光看了起来 迟迟不肯说出结论 曾义心中没有丝毫同情 他刚才已经给过对方机会了 只要华彩堂看过片子 然后向病人说清楚实情 哪怕你华信义就是说自己看走了眼 曾义也能接受 他要的是给对方一个教训 让他今后收敛一些 不敢再肆意妄为 曾义并不指望着要把对方一棍子打死 拯救中医 拯救医生的形象 唤醒医德医疯 并不是靠打死一个两个败类就能做到的 退一步说 今天你把华信义打倒了 那外面的病人要怎么办 可这父子俩的表现 让曾义深深失望了 他看出来了 华信义敢这么胡作非为 要说其中没有华彩堂一丁点的默许和支持 那是绝不可能的 既然你们给脸不愿意接着 那我就让你们自己打自己的脸 曾义也要给华彩堂一个教训 让他知道他还不能做到一手遮天 周围的病人 此时都聚在旁边 好奇地往里探着头 议论纷纷 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出来没有 华彩堂催促了一声 看自己儿子那坑坑痴痴的样子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早就告诫过你很多次 好好的看病 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 就是不听 还跟我大讲那些歪理 现在出事了吧 华信义额上的汗就冒了出来 他知道今天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只好心一横道 好像 好像骨头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 那位患者顿时就叫了起来 既然没有问题 那你刚才治了半天是在治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华信义脸上的汗珠子更多了 你的骨头 确实没有问题 这个病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你去大医院查查吧 马匹的 你再说一遍 那患者当时就报了 道 老子花了钱 排了队 还站在外面让你们的人训得跟归儿子似的 但老子都忍了 现在老子钱都交过了 你却告诉我 说我的骨头没问题 你早干什么去了 华信义的蛮横之气完全没了 抹了一把汗 道 这个 刚才我看走眼了 看走眼了 我操 患者就呸得催了一口 只是华信义道 你妈的是干什么的 你是正骨的 要是别人说看走眼了 我信 你说看走眼 鬼才信呢 周围的患者就有些骚乱了 怎么回事 华信义不是神医吗 听说是一只一个准 自己就是冲着这个才过来的 现在怎么就会看走眼了呢 华信义听到四周的议论 心中火大得很 但曾义站在跟前 他又不敢发火 只好任由大家平头论足 一瞬间不知道在心里把曾义咒骂了多少遍 你把老子的人都给丢光了 华采气得浑身颤抖 不过他不是再起自己的儿子 而是再起曾义 平时告诉过你多少次 患者奉上自己的血汗钱 以性命相托 这是多大的信任 治病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而你却看走眼了 你好意思说得出口吗 你对不对得起大家的信任 这话明着是在教训华信义 按着却是在帮华信义找退路 华信义怎能不明白 当即就顺着台阶往下爬 赶紧接过话茬 对那位患者道 实在是对不住 今天我看走眼了 这是我华信义学艺不经 我向你道歉 这样吧 你的诊费我分文不收 另外再双倍还给你 我要的是这个钱吗 患者瞪起眼 道 什么狗屁的神医 连X光片你都看不懂 还好意思出来给人治病 消消气消消气 华彩堂上前劝了一句 然后道 听我说一句 你的这个病呢 先不要着急 就由我先来治着看看 不光是你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都有我来治 我是华彩堂 你们可能都听过我的名字吧 周围一下就安静了 华彩堂 那不是是中医院的华老吗 听说是给省领导治病的 好特别难挂 大家的焦点 顿时就从华信义的身上 转移到了华彩堂那里 没人再关心华信义究竟是走眼了 还是故意那样做的 大家都在琢磨一件事 如果能让华彩堂来给自己治的话 那自己今天可是占了大便宜啊 享受到了省领导的待遇 曾义也不禁按道华彩堂这一手玩得极其漂亮 一下就扭转了局势 不过 曾义可不想让华彩堂如此轻易就蒙混过去 既然你要死听你儿子 那就让出出汗 曾义就扫了一眼苏建纯 苏建纯当时就喊了一嗓子 华老大夫 你来治的话 怎么收费 贵不会很贵啊 华彩堂差点吐出血来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自然不可能在自己儿子的黑诊所里做堂硬诊 更不可能收钱 这要是传了出去 那就是受人疑病 丢人都要丢到姥姥家了 当即她咬着牙 抢笑道 今天是我一诊 全部免费大家就不要在这里站了 到前面的门诊大厅排队吧 这一下又轮到华欣一吐血了 眼前得有七八十号病人吧 这要是全部都一诊 得损失多少啊 苏建纯此时又喊了一声 华老大夫搞一诊 是大好事 机不可失 大家谁要是还有生病的亲戚朋友 就赶紧叫过来吧 这倒是提醒了那些患者 当时就有二十多号人拿起电话 开始在传播这个好消息 叶青汉明白过来 就帮着苏建纯使劲喊了两嗓子 煽动大家都打电话叫人过来 他心里早已乐不可知 老华今天要帮亲不帮理 替自己儿子受过 但就怕他受不起啊 华彩堂的脸 此时黑到了不能再黑 曾毅既然来挑刺的 自己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 搞流水仙作业了 否则又要被这小子借机闹事 可真要一个个认真来指 光是眼前这些 就足够自己应付的了 要是再叫一些过来 自己这把老骨头 今天怕是要累散架了 但这还不是华彩堂最担心的 他担心的是自己今天 没让曾毅借题发挥程 这小子日后要是记恨在心 时不时都要来找茬 那自己可就麻烦了 曾毅当然明白华彩堂 心里是怎么想的 故意冷笑了一声 扭头便走 出了门 就看那胖中年又站在台阶上 挥起棍子再赶人 都下去站好了 看病要排队 幼儿园小孩都明白的道理 怎么你们就不明白呢 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的话 就在这里报个名吧 苏建春哪里还会再客气 一把夺过那胖中年手里的棍子 道 华大夫很会接骨是不是 胖中年一瞪眼 你要干什么 苏建春冷笑一声 一掌拍在了那张躺椅上 我就是想知道 如果你的骨头散成了这个样子 华大夫还能不能接好 胖中年不明白苏建春这是什么意思 等苏建春离开了 才骂了一句 神经病看精神科去吧 话音刚落 就听咔嚓擦一声响 他脚边的躺椅突然就散成了一堆木头 我的干嘛呀 胖中年看着那堆木头 当时脸色就白了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直觉得脚下发软 只是一掌 就把椅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好像 好像刚才那人还在自己身上拍了一掌吧 扑通 胖中年一屁股坐倒在地 脸上哭的表情都有了 他现在觉得自己身上的骨头 已经不怎么安全了 当一这么想 他就觉得浑身的骨头都开始隐隐作痛 马上就要断成一节一节的了 等出了幼儿园的小院子 叶清汉就到 苏大哥 你怎么弄的 把那死胖子吓得都快瘫痪了 苏建纯黑黑笑着 却不作答 他哪有一掌拍碎椅子的功夫 这种事是有窍门的 但讲出来就没意思了 几人到了门诊大楼前 正好遇到了老五下车 能看得出 一步一步走得很痛苦 但腰板还是挺得那么直 众人顿时心里一咯噔 怎么把老五给忘了 这下得罪了华彩糖 还真让老五等曾义伤养好在镇谷吗 五哥 曾义笑着就过去了 远远伸出一只手 好久不见了 来握个手 老五哈哈一笑道 跟我还玩这一套 说着 确实伸出手 马上就要握到手 意外发生了 曾义突然脚下一歪 就往地上直直倒去 老五哪能让曾义甩刀 赶紧伸手去拽 就在这一刹那 曾义一下抓住老五的胳膊 先是一拽 然后猛然起身 这肩膀就正好顶在了老五的腰上 咔嚓一声 就看老五的脸上立刻露出松快的表情 而曾义的眉头 却是皱了一皱 叶清汉和崔恩熙的心思 一直都在曾义的身上呢 看到曾义皱眉 就急急上前 撩了曾义的衣服一看 两人的泪珠子当时就下来了 第二期三章 养伤 出了这件事 曾义自然不可能去刘老三的饭馆了 北叶清汉和崔恩熙催促着回了医院 这两人一路上泪珠子都没逛过 回到医院后 医院给护士们下了死命令 在病好之前 都不准曾义再出门了 曾义哪能受得了这个 这几天就已经把他闷得够呛了 跟邵海波一番讨价还价后 邵海波才勉强同意曾义出院 但前提是曾义回南云县去养伤 现在大家谁也不放心 把曾义再放到荣城的大街上去 不是别人在背后抽他闷滚 就是他自己路前不平 反正总会出点事 事情定下来后 由违向南送曾义回南云县 他这次回去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可以侍奉公婆 可以带带孩子 另外菜城里的那个宝贝儿子 现在还在长宁山上 跟着汤浩林 汤影新做着康复 他要是待在荣城 不管不问 似乎也说不过去 崔恩西自然不可能跟着去 他在荣城待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只好返回京城 但他已经决定 明年一定要到南云医学院来学习中医 他能够这么放心地走 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叶清汉也无法前去南云县 违向南已经帮叶清汉安排好了新的工作 就在他旗下的进出口公司做事 先从小职员做起 跟着曾益一起前往南云县的 还有苏建纯那帮兄弟中的一个 叫做徐丽 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 跟曾益差不多的年纪 但已经是很多年的老兵了 路上开车的任务 自然就交给徐丽了 他的车子开得很稳 虽然车速很快 但很难感觉到快 以前坐汤卫国的车 快的时候 总是让人悬着一颗心 这就是苏建纯把徐丽派来跟着的原因 徐丽年纪不大 但以前是干拘击手的 性格超级冷静沉稳 属于是那种酒喝多了 直接倒头就近桌子底的人 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中午到达常宁山的时候 汤影星和汤浩玲都眼巴巴地等在了后面 别墅区的入口 一人蹬着一辆小孩子骑的那种自行车 看到维向南的车子出现 两人就把小车子蹬得哗哗作响 塞着谁能更快地朝到车子跟前 小心 慢着点 维向南急忙下车 把两人给拽住了 我骑得快 是我先到的 汤浩玲道 是我先到的 汤影星有些不服气 平时什么都能输 但今天比谁先到自己妈妈跟前 自己绝不能输 他一直身后 道 不信让小智忠来说 蔡智忠此时站在汤修全的身边 闻言却不敢上前 他现在虽然已经能站起来稳稳地走上几步了 但跟汤浩玲 汤影星比起来 那还差得太远 那两人又是无法无天的孙猴子转世 这几天吧 没少折腾蔡智忠 让爬树也不会 让掏鸡窝也不会 看着那两人整天跑东跑西 一会上树弄松子 一会去掏鸡蛋 一会又拿出个笼子 商量着山上去抓松鼠来跟老母鸡一块养 这都把菜质中羡慕坏了 不过他此时的眼神 却是一直盯着那边的两辆小自行车 他没骑过这东西 来到这里之后看到汤浩玲汤影星奇 已经羡慕很久了 一起到的 一样快 真是厉害 这小车子都比大汽车跑得快了 微笑男笑得很开心 脸上浮现出慈爱的笑意 弯下身摸了摸两人的脑袋 然后就朝汤修全走过去 啊 你怎么还出来了 山上风这么凉 汤修全微笑着汗手 带他们两个出来活动活动 路上都挺顺的吧 很顺利 微笑男就答道 那就好 回家 回家坐下慢慢说 汤修全呵呵一笑 伸手牵着菜质中 只等曾义下车后 就一起回家 曾义身上有伤 下车有点慢了 不过一下车 就被汤浩玲两个小家伙发现了 两人这次连小车子都顾不上齐了 往旁边一扔 就张开胳膊往那边跑了过去 嘴上直喊 曾义舅舅 曾义舅舅 微笑男急忙快步上前 一把牵住一个 道 别闹 曾义舅舅的身上有伤 这次可不能报你们了 曾义舅舅 水把你打伤了 我给你报仇 汤浩玲还挺有心 立刻就开始安慰曾义 汤影心也是很认真的点头 我也给曾义舅舅报仇 哈哈哈哈 曾义笑着摸了一下这两人的脑袋 道 好 等曾义舅舅养好伤 咱们三个一起下山 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屁滚尿流 好 汤浩玲就双手插腰 道 我会铁沙掌 连小张叔叔都打不过我 小张是汤修全的警卫员 自然是打不过他 汤影心就道 我也会铁沙掌 我还会久结编 微笑难笑得乐不可知 没看出来 这两个小家伙倒是挺互端的 他道 曾义 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曾义呵呵一笑 道 所以说 难解你以后必须把他们放在身边自己来照顾 否则这就要被我给拐跑了 汤修全一板脸 道 你们这一下车 就开始商量着要把我的宝贝孙子孙女带走 这个我可坚决不能答应 不过眼里却全是开心 你老要是不点头 谁能带得走啊 再说了 谁敢啊 曾义笑道 汤修全就看着曾义 你平时最警惕 这次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走回家去说吧 长宁山的空气好 环境好 你多住一段时间 把身体彻底养好了再走 你这一来 我也有个下棋的对手了 一行人往回走 曾义观察了一下菜之中 他让汤修全这么牵着走 基本已经能保持住平衡 再有一段时间 估计就能自己迈不走了 看来自己的判断完全没有错 汤浩玲和汤影心在前面骑着自行车带路 每当车子往前超过一些距离的时候 菜之中明显就走得快了一些 几乎都要拽着汤修全了 曾义就道 至终 如果你不要别人抱你 能自己走路 我就送你一辆小自行车 菜之中一听 眼里就折折身灰地看着曾义 生怕曾义反悔 我说到做到 曾义笑着 绝对跟他们的车子一模一样 还是新的 菜之中就觉得脚下突然充满了力气 到 我现在就已经能自己走路了 说着 贴开汤修全的手 就自己正着往前走 说实话 比以前要强很多了 竟然一口气走了二十多步 这才有些摇摇晃晃的感觉 于是赶紧站住了身子 维持住平衡 然后回头看着曾义 很好很棒 曾义竖起两根大拇指 加油 再努力努力 我看你明天就能骑自行车了 菜之中感觉更呆劲了 道 明天我肯定能走更远 维向南看着也是觉得惊奇 菜之中的这个毛病 竟然还真是浇灌出来的 现在不但能自己走路 而且还能在失去平衡之前 又自己回复过来 平时维向南总觉得 把孩子交给老人来带 心中有些愧疚 现在却稍稍有些释然了 如果是自己来带 肯定也是会娇生惯养的 现在两个小孩虽然被公婆带得野了一点 但却生在健康活泼 比起别人的小孩 也多了一份童年的快乐 如果真要被灌成了菜之中那个病痒痒的样子 自己还不知道有多么伤心呢 回到屋子 两个小家伙吵着要看带给自己的礼物 维向南这次带了不少东西过来 都是小孩子的玩具 比如遥控汽车 滑板 汉兵鞋 当然 还有小孩子专用的各种护具 两个小家伙带好护具 就冲了出去 不是带着滑板滑轮 而是带着自己平时的 武器 大概是觉得带了护具之后 自己更加威风了 于是出去找干修所其他的小孩鄙视去了 菜之中被警卫员小张领着 也跟了过去 直到吃饭的时候 三个家伙才肯回来 浑身脏兮兮 抢着进了洗手间 汤修全就笑道 你们送来的这个小孩 可真是爱干净 脾气也大 刚来的时候 是坚决不肯和零儿仙儿下地去玩 现在倒好 三个小疯子 维向南就不好意思道 给你和妈添麻烦了 汤修全呵呵一白手 我和你妈现在退休了 整天也没个事情做 全靠带着三个小疯子姐们呢 有什么麻烦呢 我们还怕你们不来麻烦我们呢 就是我们两个带孩子的方式跟不上时代了 还是跟养卫国那时候一样 粗生粗养 怕你们心疼孩子 维向南急忙白手 道 不会 不会 其实粗生粗养挺好的 你们放心就好 汤修全一点头 行 吃饭吧 汤修全虽然是知识分子 但一向不主张教惯孩子 他认为要让小孩子顺着天性成长 大人要做的工作 只是引导小孩子树立高贵的人格即可 饭桌上的气氛跟平时在荣城吃饭完全不同 有三个小孩子在场 显得非常热闹 而且也无需刻意去应酬什么人 一顿饭吃的曾义肠胃都妥贴了许多 第二天 曾义和往常一样去爬山 维向南也跟着去了 在城里可没有这个条件 两人刚到山上 就接到警卫员小张的电话 说是有人到干修所来了 是找曾义的 维向南就笑道 以前总觉得自己忙 现在跟你一比 我发现我还有清闲的时候 你这都躲到这里了 竟然还无法清闲 曾义也是摇头苦笑 下去看看 我也想知道谁的消息如此灵通 第二七四章 牛二哥 两人下了山 远远就看见汤修全的小院子前站了位年轻人 手里提着一个礼盒 身后趴着一辆很豪华的轿车 看到曾义走过来 年轻人迎上几步 道 曾主任 你好 又看到维向南 赶紧道 维总你好 曾义是有些意外的 他没想到大清早来看自己的 竟然会是白家树 就伸出手 道 原来是白总 稀可稀可 昨天到荣城办事 才知道曾主任受了伤 到医院没看到曾主任 我一琢磨 就猜着曾主任可能是到南云来了 白家树笑了笑 道我回龙山路过这里 就来碰碰运气 曾主任的伤不要紧吧 曾义摆摆手 道 多谢白总关心 不要紧 一点皮外伤 真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现在的歹徒 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 白家树唏嘘两句 把手里的礼盒地上 道 一点补品 小小意思 曾主任一定要收下 让白总破费了 无理做吧 曾义难得没有拒绝 抬手邀请白家树到屋里坐 白家树一大早上山来见自己 绝不是探病这么简单 身后的徐丽就上前接过白家树手里的礼盒 果然 白家树客气道 就不做了 免得打扰到汤牢 如果曾主任方便的话 我想请你到山下吃个早饭 曾义微微汗手 道 也好 我有大半年都没吃到南云的早餐了 白总这么一说 倒是勾起了我肚力的蝉虫 白家树没想到曾义如此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心道跟聪明人讲话 果然是省心省力 能请曾主任吃顿饭 是我的荣幸 他就要过去开车门 此时维向南从屋里走出来 手上提了两个盒子 笑意盈盈地走过来 家树 谢谢你今天来看望我家老爷子 说着 维向南把两个盒子递到白家树面前 道 在荣城这么久了 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去拜访白主席了 实在是太失礼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务必转交给白主席 顺便替我道个歉 等回到荣城 我一定都闷向白主席请罪 言重了 言重了 白家树急忙客气 维总你这说得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呢 嘴上这么说 白家树确实把那两个礼盒给接了过去 他心里明白得很 人家曾义刚才能收下自己的礼物 怕是早就准备好这份回礼了 这就叫 礼善往来 自己明明是来看曾义的 让维相难一说就变成了探望汤修全 这礼物你不收都不行 人家又不是送给你的 而是送给你老子的 只是托你转交罢了 白家树把礼物放进车里 道 维总一起去吧 南云县的早餐很有名的 维相难一摆手 笑道 不了 你们去吧 孩子睡醒了 白家树指得作罢 邀请曾义上车后 就驱车下山 徐力很自然的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目视前方 一语不发 三人下山 就进了南云县城 曾义离开这里有大半年了 此次重回故地 感觉非常亲切 南云县城的变化现在非常大 当初曾义走的时候 才刚挖下地基的深坑 现在已经变成为十几层高的大楼 速度慢的 此时刚刚封顶 正在坐着外墙装修 有动作快的 都已经完成了招商 打出了巨幅海报和招牌 开店那刻了 大街上最显眼的就是开通了多条公交线路 曾义刚来南云县的时候 县城就是东西南北四条街 两步路到头 一条公交线都没有 大家也没坐公交的习惯 而现在都开通了有六七条之多 有跑城内的 也有跑城外几个景区的 曾主任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吧 白家树笑呵呵问道 就是我这个常来南云县跑动的人 每次来都能发现有新变化呢 曾义感慨道 是啊 变化太大了 其实这都要归功于曾主任 南云县的两大招牌 将军茶 流老三辣肉 这都是曾主任给发掘出来的 这些事情在南云县 几乎是人人皆知 白家树说这话 虽然有点恭维的成分 但心里其实也很是佩服 如果没有增益的话 南云县今天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白家树见过太多的官员 嘴上谈发展的时候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会谈 就是白家树的老子也不例外 但要论最后的成果以及社会之重 能比得上增益的人 学无仅有 车子直接到了南云县商贸酒店的门口 这里的早餐 做得比较有名 比起街头小滩上的早餐 也稍微精致一些 进去餐厅 里面大堂做得满满当当 除了附近的百姓 还有不少外地的游客 白家树已经订了包间 当下就领着增益过去 在今年以前 南云县一家星级的酒店都没有 商贸酒店所谓的包间 也就是在餐厅大堂靠墙的位置 用木板围起来的独立格挡罢了 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很不起眼了 但在以前 也都是县里各局行领导常来吃饭的地方 早餐是南云县特色的豆花 有几种好吃法 白家树让餐厅每样都来了三份 又点了一些小菜小吃 八宝西饭就是一顿正宗的南云县早饭了 徐丽吃得很快 风卷残云一般填饱肚子 就站起来 道 我出去转转 说完 就推开包间的门走了出去 顺便把门带上 白家树按道增益的这个秘书可真有颜色 看起来好像冷冰冰的很死板 但心眼里倒是挺活泛的 知道自己有话要对增益讲 吃完饭就主动避嫌了 增主任 来 再尝尝这个包子 白家树又把翼龙包子推到增益面前 这是他们店里新推出的里面的肉馅 是用加了将军茶卤出来的野猪肉做的 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 别的地方绝对是吃不到的 增益一听就笑了 加将军茶卤肉 这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这个怕是算不上是创新菜式 只能说是借着将军茶的名头在卖包子 增益就白手笑道 够了够了 已经吃很饱了 白家树就给增益倒了一杯茶 道 增主任这次受伤 怕是要有一阵子休养了 我听说白羊高新园区 要搞一个大的地产开发项目 如果增主任不受伤的话 肯定就要由你来主持了 我还想着到时候要去增主任那里讨点事做呢 增益新到白家树果然是找自己有话说 就白手道 我休息了 但这个项目又不会终止 白总如果有兴趣投资的话 我还是非常欢迎的 说实话 我原本对这个项目的前景倒是挺看好的 白家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道 这次参与开发的都是一些很有背景很有来历的公司 据我所知 就有菜市集团 军盛公司 平川建设 对了 平川建设增主任一定很熟悉了 就是以前的飞龙建设 增益有些意外 飞龙建设是袁文杰的公司 当时员工平落马 袁文杰被拘 飞龙建设自然也被查封起来调查 案件明了之后 听说是被人收购了 但增益并没有关心是被什么人收购的 现在白家树专门提起此事 增益就知道这件事不寻常 否则怎么会如此巧呢 跟自己有过节的人和公司 竟然全聚到这个项目中来了 心里暗暗留意了这件事情 增益举起茶杯笑道 白总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有这么多有实力有背景的关系一起参与开发 我看这个项目的前景一定差不了 如果这个项目是由曾主任来主持的话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 立刻就参与进去 现在吗 白家树微微摇了摇头 笑了两声 不知可否 但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顺道又很隐晦地恭维了一把增益 商业上的事情我不懂 但我想着凡是三思而后行 总是不会错的 增益笑了笑 就开始专心喝茶 白家树把自己要说的消息说完 也就点到为止了 陪着曾益一起喝茶 顺便聊着自己那间茶叶代理加工储存厂的情况 那厂子虽然不算是暴利 但收益很不稳定 尤其是明年 周围几个县也被授权参与将军茶的种植后 白家树那个加工厂处于三线交界的地方 业务量会变得非常大 相应的业务分成也会翻几倍 曾益只是觉得好笑 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跟白家树一起坐下来吃饭 还聊得挺投缘 水族饭饱 两人准备离开 刚站起身 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徐丽的声音 喝道 退后 退后就退后 有人在跟徐丽讲话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说就不说嘛 何必感人 曾益推门走了出去 一抬眼 发现正在跟徐丽交涉的人 竟然是老熟人 老熊乡的那个牛望林 以前开着手扶拖拉机 领着曾益转变了整个老熊乡 牛大哥 曾益喊了一声 牛望林也看到曾益了 眼里全是惊喜 立刻喊了起来 曾老弟 怎么会是你啊 说完 他不是往曾益这边跑 而是回头扯起了嗓子 道 哥 是曾益啊 曾益往那边一看 就看到牛望森正大步走了过来 牛望森比以前阔气多了 穿了一身名牌西装 标签都没捡 显眼得很 不伦不类的是脚下登了一双耐克运动鞋 走起来虎虎生风 人没到 生仙智 熊日的 你说算这算球怎么一回事 竟然打搅了曾老弟吃饭 哈哈 怪我 怪我 都怪我 哈哈 曾益也是大笑 看到老熟人 心情果然是大好 我说牛书记 你这是搞什么呢 牛望森尴尬一笑 这不是吃完饭了 看到这位兄弟站在这里把门 我想着会不会是县里又来什么大投资商 就让望林过来问一问 谁知道是曾老弟你在里面 牛书记的嗅觉可真是灵你 曾益一指白家树 笑道 这位是市里的白总 大投资商 躲在包间里 都被你闻出来了 白家树就拿出名片 笑道 伤人吗 一身同秀为 让牛书记见笑了 牛望森把名片接过来收好 道 怎么会呢 白总你这是自签 刚才唐突了 两位勿怪啊 说完 他往包间里瞄了一眼 道 两位怕是没吃好 这样的吧 这顿我请 要吃什么旧天 算是我向你们赔罪了 不至于 不至于 曾益笑着白手 我们都吃好了 正要出门呢 牛大哥可就别客气了 牛望森也看到包间里的情况了 知道两人是吃好了 也就不再坚持 搓着手笑道 你看这是闹的 曾益就岔开话题 道牛大哥今天到县城市公干 来向康书记汇报工作 牛望森笑了两声 道 另外 从县里到咱们老熊乡的路 终于是修好要通车了 我想请康书记去主持通车仪式 今天碰着曾老弟 那就更好了 你是咱们老熊乡致富脱贫的大功臣 乡亲们都念着你呢 这个通车仪式 你一定是要去参加的 是啊是啊 牛望森一旁只点头 如果曾益去主持 就最合适不过了 牛望森就朝牛望森暗暗瞪了一眼 试试这个礼 但这话能这样说吗 要是传到县领导的耳朵里 我这个书记还要不要干了 曾益就推辞道 这是老熊乡的大好事 要是少了康书记和江县长 肯定不行的 康书记平时工作非常忙 市里县里两头跑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出席这个仪式 牛望森就转移了话题 我想康书记是回去的 他一直都很关心老熊乡的事情 曾益说道 牛望森一听就道 要不曾老弟你帮我去说说 你跟康书记比较熟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别看我在老熊乡微风 可以到县里 尤其是见了领导 我连话都不会说了 好啊 我也很久没见老领导了 是应该去拜访一下的 曾益只是想了片刻 就答应下来了 自己今天就是不跟着牛望森去 牛望森见到康德莱 也一定会提见到自己的事情 自己去见康德莱 总好过让康德莱来见自己 曾益对康德莱有一种良师亦有的感情 尤其是康德莱 上次在南云县驻省 办对曾益讲过那番话之后 牛望森看曾益答应下来 很是高兴 有曾益出面 请康书记主持通车仪式的事情 就是拿酒稳了 白家树不可能跟着去 跟曾益告辞 曾主任 那我就先回去了 曾益也不挽留 谢谢你的这顿早饭 以后还要多走动才是 路过白羊的时候 可一定记得要来找我 白家树连连称是 曾益的这句话 让他心里很是欣喜 这就表示曾益开始能够接纳自己了 看来自己这步骑没有走错 上了牛望森的车 曾益就笑了 道 我说望森大哥 你现在可是鸟枪换炮了 牛望森挠了挠后脑勺 黑黑笑道 要是没有藏老弟 我这辈子也就是开拖垃圾的命了 别说是我 就是整个老熊乡 怕是都没人开得起这好车 牛望森陪着笑 没有搭话 牛望森是他堂弟 他把牛望森安排给自己当司机 多少有些训思的嫌疑 其实牛望森现在做茶叶 每年并不少赚钱 但他就是觉得没有吃黄羊的威风 于是硬抹着牛望森让自己进了乡政府 当了这个小车司机 以前的拖垃圾呢 曾益问道 在院子里闲置着呢 想卖 可没人买 大家都等着路修好之后买轿车 面包车 拖垃圾 现在是没人能看得上了 牛望林抱怨了几句 虽然那拖垃圾不怎么值钱 但砸在自己手里的感觉总是不好 留着吧 曾益就到 说不定以后我去老熊乡 还要再过过瘾呢 此时此刻 曾益的脑海里突然就想起了龙美心 记得以前龙美心在老熊乡的时候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开着拖垃圾去兜风 把别人家的牛羊捏到差点就要跳牙 当时董立阳还给首服拖垃圾起了个外号 叫大号卡丁车 想起这些 恍如昨日 所有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只是一转眼 老熊乡就不是以前的那个老熊乡 就连牛旺林本人也都有些讨厌首服拖垃圾了 行 曾老弟要过瘾 那我一定给你留着 反正也值不了几个钱 牛旺林就笑着发动了屁股下面的大众越野车 一踩油门 问县政府大楼去了 曾益拿起手机 想了想 给龙美心发起一条短信 以前开拖垃圾在我们上山的牛二哥 现在开越野车了 过了一会 龙美心短信回复过来 那他的拖垃圾呢 给本姑娘留着 曾益笑了笑 自己果然没猜错 龙美心就是这么一个反应 多大的一个人了 还同心为民呢 办公室里 康德莱正在接待艳指道 他很明白艳指道这次下来南云县的目的 还是为了机场的事 艳指道坐在康德莱的沙发上 心里很急 偏偏康德莱总是在东拉西扯的 根本不给自己开口讲这件事的机会 正如曾益所说 要想拿下这个机场 并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 方方面面都得跑动 跟龙山市同时竞争的 还有好几个兄弟是 各个是在必得 综合比下来 龙山市的优势并不明显 艳指道目前取得的这点进展 也不占丝毫优势 算来算去 除了通过增益牵线 在孟群生那里得到确切的答复外 艳指道这段日子跑来跑去 得到的全都是些寒寒乎乎 模棱两可的话 没一个准信 他岂能不及 第二期五章 千里请缘 秘书此时敲门走进来 给两位领导的杯子里都添满了水 然后低声道 康书记 白杨市的曾主任过来了 在体制内 事情的重要性 向来都不是以紧急 大小来排列的 级别高的领导 就是事情再小 那也比小领导的大事要重要 所以有验制到在场 秘书一般是不会进来通报别的事情 但验制到早有吩咐 如果曾义来了 必须第一时间通报 秘书只好进来提醒一声 是曾义同志吗 验制到就先问了起来 秘书点头回复道 是 验市长 快 快让他进来 验制到哈哈大笑 看着康德来道 你这个老康啊 原来是要给我个意外惊喜 你都把曾义请过来了 却跟我卖了这半天的关子 康德来是有苦说不出 他也没想到曾义会赶在这个时候过来 看来这有些事情 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的 他就到 请他进来 秘书不敢怠慢 出门到了外间 对曾义盛情笑道 曾主任 快请进吧 我早都说了 你来了不用通报 直接进去就是了 哪能呢 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 不然起不乱套了 曾义笑了两声 就跟着秘书要进去 牛望森整了一下那身名牌西装 跺跺脚 精神抖擞的也准备进去 秘书一抬手 道 牛书记 艳市长正在跟康书记商量市里的大事 你现在就要进去 牛望森就尴尬地站住了脚 市里的事情更重要 我可以等的 没事 我就在这里等 曾义看牛望森吃了闭门羹 就道 牛大哥 那我先进去 等出来之后 咱们好好续一续 在县委书记的门口 大家一般都是用正式的官称 很少有人会称兄道弟 曾义这是故意的 果然 密书就想起来了 好像曾义当年就是在老熊相扶的贫 他把曾义送进去 到了杯场 等再出来 对牛望森的态度就好了很多 热情道 牛书记 我这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就是将军茶 是我的一点私货 这就给你欺上 你先坐下来喝杯茶 解解罚 可能要等上一回功夫了 牛望森哪能不明白 这是康书记的密书 故意卖给自己一个结交的机会 当下就到 王密 你说这话 可就是在批评我没有把工作做好 咱们老熊相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将军茶 回头还请王密务必抽个空 到老熊相关心一下 咱们基层的工作 别的不说 将军茶一定是敞开了供应 王密书客气道 我就是给领导跑腿的 哪有资格下去啊 牛望森道 在我们基层同志的眼中 你就是领导 王密书摇着头 拿出一个洗刷干净的杯子 去给牛望森汽茶 牛望森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里挺感慨的 王密书为什么突然之间对自己高看一眼 原因不用想都知道 人家曾义对自己是真不错 当初自己能当代替赵成柱当上这个书记 也是曾义起的作用 可自己刚才算怎么一回事 竟然连句客气的场面话都不敢讲 还不如自己的那个堂地牛望林呢 老熊相能有今天 离了谁都不能离了曾义 听良心讲 人家曾义去主持这个通车仪式 绝对是最合适的 也是最有资格的 小曾啊 来来来 快坐下说话 燕志道抬起手 很热情地朝曾义招呼 燕市长也在啊 我还正说要去龙山拜访你呢 曾义说着 你这个小曾就会灌迷魂汤 我可是不信你这话 燕志道哈哈大笑 示意曾义坐到自己身边的沙发上来 康书记最先都好吧 曾义又向康德来打了个招呼 康德来笑着微微汗手 别客气了 坐吧 到了这里就别有什么拘束 说话间 他朝曾义打了个眼色 示意验制道士来者不善 曾义笑了笑 就坐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 道 这才离开半年 南云县的变化就已经是天翻地覆了 等下次再回来 我怕是都要不认识了 跟我印象中的南云县完全不同了 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刚才听密书通报 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呢 康德来一脸笑意 看到曾义 他确实很开心 什么情况 这次回来是私事还是公干 一点个人的事情 要在南云待上几天 曾义达道 他受伤的是 因为案子还在侦破当中 所以并没有闹到人人皆知的地步 康德来完全不知道他是回来养伤的 验制道终于是找到了话题的切入点 道 刚才我跟康书记还念叨你呢 没想到说曹操 曹操就到 这可是个意外惊喜啊 当初让你离开南云县 真是我们龙山市的一大损失 康德来就抓起杯子喝水 他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让曾义背着处分离开南云县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桩汉事 至今想起 仍是心中愧疚 过去的事 还提他做什么 我就是革命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对组织上的一切安排 都能理解 都坚决服从 曾义笑了笑 跟验制道说话 他还是有所保留的 上次京城一别 这都有两个多月了吧 验制道 杨作是计算时间 曾义道 是 有两个月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验制道感慨了一下 道 最近你跟孟处长有通过电话吗 曾义就知道 刚才康德来那个眼色 是什么意思了 道 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 孟处长身在经书药地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高屋建林 凡事还是要多向他请教才行 验制道说到这里 脸色一凝 道 不过孟处长的工作确实很忙 我最近有几次联系他 都没能打通电话 曾义愣神 这个应该不会吧 就算孟群生帮不上忙 也肯定会实言相告的 绝不会不接电话啊 但验制道这么讲 也不可能是在说谎 这就让曾义有些疑惑 难道孟群生出什么事情了吗 大概是到下面考察去了吧 验制道微微汗手 表示赞同增议的推断 不过又道 正好你也在 我再给孟处长打个电话看看 说着 他还真掏出了电话 这也是没办法了 验制道并没有说谎 他最近几次联系孟群生 电话那边总是没人接 偶尔一两次接起 孟群生也是匆匆一句 正在开会 稍后我打给你 然后就挂了电话 再然后就毫无音讯了 这让验制道心中没拙没落的 在机场这个项目上 他唯一能够抓得住的 就是孟群生这方面了 结果孟群生现在又一反常态 这让他怎么能不担心呢 曾义没有阻止 孟群生的反常 也让他有些担忧 电话响了很久 在最后要自动挂顿的一刻 才被接了起来 里面传来孟群生疲惫的声音 是验市长啊 你好 验制道就关切道 孟处长你好 听你的声音好像有些疲惫 要不我稍后再打过来 你先休息吧 没事 你说 孟群生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今天曾义到龙山来了 现在就跟我在一块呢 我提起上次跟你联系 没打通电话的事情 曾义就有些担心 验制道就问道 你看要不要跟他通几句话 不用了 你让他别担心 前几天家里有点事 比较忙罢了 孟群生说到这里 突然又道 我跟他讲两句吧 好的 我把电话给他 验制道笑了笑 伸手把电话递给曾义 低声道 孟处长要跟你讲两句 曾义就接过电话 道 孟大哥 没什么事情吧 孟群生笑了两声 道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顿了一下 他又低声道 我一会给你去电话 曾义就知道孟群生肯定还是有事 便道 那一刻钟吧 我刚道 有点事情正在向艳市长和康书记汇报 孟群生就道 行 那就这样 曾义把电话又还给验制道 验制道拿起来 还想再跟孟群生寒暄几句 谁知那边已经挂了 他尴尬的笑笑 把电话收起来 道 听到孟处长的声音 我这心里就他是多了 没什么事 验制道放心吧 曾义说道 他知道验制道是担心机场的事情有变动 验制道听曾义这么说 才有些放心 看来孟群生的家里可能真出了点事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自己需不需要去走动一下 曾义刚到 也不可能立刻就走 耐着性子陪验制道和康德来聊了十多分钟 才起身告辞 道 那我就不打交两位领导了 你们还有重要的公事要办 等什么时候领导清闲了 可一定要想着召见我 我也得走了 验制道站起身来 他哪能这么容易就放曾义走 小曾 我们一起走 好啊 求之不得 曾义笑着 心中确实苦笑 验制道果然对机场的项目很热心啊 门口的牛望森一直等着康德来召见 听见办公室的门咔嚓一响 就赶紧站了起来 然后就看曾义陪着市长验制道 还有县委书记康德来 有说有笑的走了出来 牛望森的眼睛就瞪大了 乖乖 曾义竟然在市长跟前 也能谈笑风声 换了自己 早就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曾义向牛望森打了眼色 微微汗手 示意自己已经把通车仪式的事情 向康德来讲过了 然后就跟验制道 一起走到了电梯间 康德来看着两人进了电梯 就回过身 背手朝办公室走去 走过牛望森身前 还道 小牛来了 进来坐吧 牛望森急忙硬了 跟着康德来就走了进去 他透瞄了一眼 觉得康德来今天心情很不错 一时心中大定 走进电梯 燕知道对曾义道 这次回来办事 有没有什么困难 曾义就到 谢谢燕市长关心 就是个人的一点小事 都办妥了 你是小燕的老上级 以前没少帮助他 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尽管讲 可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燕知道微微笑着 换做平时 他是怎么都不会对人讲这句话的 堂堂一位大市长 平时别人想找市长帮忙都只恨没有门路 而自己现在却上赶着要让别人开口求自己帮忙 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如果有 我一定不会客气 不找老领导撑腰 还要找谁为我撑腰啊 曾义笑着 这个情必须得领 燕知道笑了笑 道你是咱们龙山市走出去的干部 小燕也常在我跟前提起你 虽然以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令人遗憾 但我知道你对咱们龙山 尤其是南云 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是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是 回到南云 我就感觉非常亲切 曾义笑着 燕知道不会以为自己不肯帮忙 是因为自己还在记恨当初黯然离开南云的事吧 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南云的变化很大 我相信你看到这一切时 心里一定是开心的 自豪的 欣慰的 燕知道说东说西 目的还是要以情动人 希望曾义在机场的事情上 为龙山出把力 刚出电梯 曾义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孟群生打来的话 曾义就抱歉道 燕市长 我接个电话 燕知道也猜到是谁的电话了 呵呵笑道 接嘛 说完他背着手往自己的车子走去 做出回避的样子 曾义按下电话 道 孟大哥 你说 你也不是外人 我就开门见山的讲吧 孟群生顿了一下 你的肩骨水平 我是早就知道的 九泰集团的董总曾经对我说 你其他方面的医术 更是了得 所以我想请你到京城来一趟 曾义就问道 是谁生病了 孟大叔 电话里不好讲 你先来吧 就当是帮孟大哥一个忙 孟群生道 曾义就知道生病的不会是老孟 老孟生病了 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难道是乔文德乔老 孟大哥客气了 不过就是跑个腿的事 你看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合适 曾义问道 孟群生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了 这个忙不帮不行 说什么都得走一趟了 孟群生听曾义这么问 心中大定 给乔老看病 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去的 曾义能这么问 就说明他已经猜到病的是什么人了 而且以前也肯定是给这种级别的大人物看过病 既然知道 曾义还敢毫不犹豫的就答应 就说明他手底下是有真名堂的 这让孟群生感到一丝希望 我来安排吧 你等我的通知 孟群生道 第二七六章 未雨绸缪 挂了电话 曾义正想去跟燕之道告辞 身后就传来将忠越的笑声 燕市长 会议室都准备好了 您一定要给同志们讲几句 大家一直都盼着您能过来呢 要是就这么让您走 同志们可饶不了我 我这次下来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不必劳师动众了吗 燕之道客气着 我已经按照燕市长的意思交代了 可同志们平时都很为燕市长的魅力所折服 热情踊跃 我也不好强拦着啊 将忠越再次邀请 他不能跟康德莱比 康德莱现在是市委常委了 虽然排名靠后 但也算是跟燕之道平起平坐了 康德莱可以只送燕之道到电梯门口 但将忠越就不行 必须按照接送上级领导的规格全程执行 不能打丝毫折扣 燕之道就看向增议 有些犹豫 不去吧 怕下面的人会有所误会 但要是去吧 肯定就让增议给溜走了 他今天再次偶遇增议 可不想又一次错失良机了 将忠越顺着验制到视线看过去 这才发现了增议 心中很是意外 将县长你好 好久不见了 增议收起电话 笑呵呵上前打招呼 我正说要去拜访你呢 是增议啊 将忠越做出一副 很熟络热情的样子 在增议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你这是要搞意外惊喜吗 怎么回来了也不通知一生呢 话是这么说 可将忠越的心中仍然难掩一股失落 当时增议能够来南原县 还是自己给领了路 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曾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可如今呢 却成了淡水之交 要不是在楼下碰见 或许双方都难有再说话的机会了 记得自己刚认识增议的时候 增议还只不过是卫生厅的 保健局的挂名小干事 有闲无职 可一转眼再见面 曾义几乎都要跟自己平起平坐了 回来处理一点私人的小事情 就不敢惊动老领导们 曾义笑着 打算着等事情办完了 再一一去叨扰几位老领导 欢迎叨扰 你嫂子平时可没少念到你 等你忙完了 就到家里来 让你嫂子多做几个好菜 江忠越很是热情 她老婆平时确实没少提起曾义 不过大多都是埋怨 埋怨江忠越当时昏了头 放走了一条大鱼 好啊 一定去 曾义笑着 嫂子上次还托我在荣城 帮她留意一件首饰 我这次也给带过来了 江忠越就板起脸 道 别把她的那些事放在心上 你平时工作也挺忙的 买首饰这种小事 怎么能去麻烦你呢 太胡闹了 回头我一定说说她 江忠越听曾义这么说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说完 江忠越又回过头 继续邀请燕智道 燕市长 同志们都在等着了 还有好多事情 要向您汇报呢 江忠越倒是很想跟曾义多聊几句 可惜有燕智道这位市长在旁 她自然不可能撇下市长不管 去跟曾义聊天 燕智道此时又何尝不是觉得江忠越有些碍言 讲话有什么好讲的 又什么时候不能讲 非得这时候让我讲话 还打着汇报工作的旗号 你们南云县有很多的工作要向我汇报吗 燕智道刚才听曾义讲电话 一夕猜出可能是孟群生的什么家人生病了 她还想要旁敲侧击地问一问 看自己需不需要去探望拜访一下 曾义好容易逮到机会脱身 就笑道 那我不打搅两位领导了 等领导们抽出空了 我再去拜访 燕智道只好无奈作罢 道 那小曾你也先去忙自己的事吧 咱们再联络 江忠越就赶紧抬手 请燕智道上楼 燕智道心里没好气 一背手就朝楼里走去 也不容将忠越跟曾义说几句道别的话 看着那两人进了楼 曾义也不耽搁 直接返回了常宁山 孟群生那边 可能会随时要让自己出发的 一大早就有人找 出去一圈 又揽回一件事来 你这是在养病吗 微笑难看曾义在收拾药箱子 难免要说上几句 病人要紧 难道受了伤的大夫就不是病人了吗 汤修全倒是没说话 坐在沙发里带着老花镜看书 随口道 由他去吧 他自己就是大夫 心里有数 他要去 肯定就有自己要去的道理 微笑难也就是发几句牢骚 说完了 又进房间 帮曾义收拾衣服 早上才帮曾义把行李箱里的衣服放进柜子 现在又要拿出来了 汤修全此时问道 病人的病情 你有大概的了解了吗 以后可不要什么病 你都大包大揽 朋友相扑 没办法拒绝的 我就是去看一看 未必就有治病的法子 曾义收拾好行一箱 网脚边一放 坐到汤修全对面的沙发上 低声道 这次生病的 是乔文德乔老 好像病了有一段时间了 汤修全就放下了书 乔文德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此人的政治眼光 就是放眼整个体制 也都是首屈一指的 多年来 高层领导班子历经几番巨大调整 很多人上去了 也有更多的人下去了 可乔文德的官 却始终是只升部降 越做越大 在国内的高层之列 最难做的官 就要属组织部的部长了 手握官貌似 羽取大权 表面上风光无限 其实是如履薄冰 每一次官员的任命调整 就是一次政治上的博弈 在调整中 既要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指示 又要平衡各方势力 要是没有极大的能耐 是绝对坐不稳这个位置的 可乔文德就坐到了 在他的任内 几乎听不到任何对他不满的声音 名副其实的正弹部倒翁 唐修全摘掉老花镜 站起身来 打开客厅旁边的一间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古朴捉气的小盒子 道 我给宅老搜罗了一个小玩意 正好你去京城 就帮我转交给宅老吧 曾一接过来 顺手塞到要乡里 道 到了京城之后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他转交给宅老 唐修全微微汗手 就不再说什么 他已经知道曾一明白自己的意思了 给乔文德看病 可不是寻常的小事 弄不好反而会惹火烧身 唐修全让曾一烧东西给宅老 只是个托词 目的是要让曾一先把这事告诉宅老知晓 如此即便是医治时有小许的差错 有宅老照应 断然不会有什么大祸 他知道曾一是个谨慎的人 给大人物治病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算在复杂的情况 曾义也肯定有办法应对的 绝不会硬来强来的 这个倒是不用自己多担心 但就怕万一啊 所以未雨绸缪也未必是坏事 为相难收拾完行李箱 出来道 这次出来 也没料到你会去京城 就没有带什么厚的保暖衣服 京城不比南疆 这时候气温很低 风又大 你自己到了京城 一定要记得先添几件衣服 好我记下了 曾一笑着点头 又站起身来 道 我这次去京城 也不知道要待多久 来的时候带的那些礼物 我都已经分好了 还写了名字 如果到时候不能回南云的话 南姐你就帮我 争取能回来 你现在身上有伤 最好不要在外面多待 事情易了就回 为相难又嘱咐了一句 不过还是道 万一耽搁了 我会让小张帮你把那些礼物送过去的 你就放心吧 吃过午饭 曾义接到了燕荣的电话 他就笑道 是燕市长告诉你我在南云吧 燕荣就嘟囔道 是啊 他现在一门心思搞那个机场 谁要是能帮他搞定机场落户的事 他都恨不得把自己闺女送给对方 我真倒霉 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位老爸 曾义哈哈大笑 很多人恨爹不成钢呢 你有个当市长的老爹 就知足吧 不过曾主任 你太不够意思了 来南云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呢 燕荣在电话里杨作生气 本来是要请你吃饭的 现在得考虑一下了 我悄悄来的 谁都没有告诉 曾义笑着 打算等事情办完了 再跟大家一一见面的 那不知道曾主任晚上是否能赏脸抽个空 给我一个做东道主的机会 燕荣笑道 曾义就到 怕是不行了 本来是要在南云多住一段时间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临时有一件事 怕是今天就要离开南云了 下次吧 燕荣的语气就有些失望 很久没见曾主任 还想着能跟你见个面呢 见面的机会多的是 我一直都待在白阳 也没见你过来看望老领导 这个必须得批评啊 曾义哈哈笑着 燕荣在电话里顿了顿 道 那 那 那什么 有事就说吧 曾义笑着 他跟燕荣很熟 虽然现在不多见面 但平时燕荣也没少在电话里问候他 就是机场落户的事 曾主任如果有什么门路的话 请一定帮帮忙 燕荣在电话里看起 道我快被燕大市长逼疯了 曾义呵呵笑着 心里有些意外 燕荣受的是稀释教育 一向是个比较自主的人 除非他自己认为自己有必要开口 否则谁也无法让他开口的 从京城回来之后 燕荣给曾义打过七八个电话 但没有一次提起机场的事 今天突然开口 想必是有什么原因 你说 可能我说了 你会觉得我矫情 燕荣顿了顿 道 可能你也有些了解 其实我父亲这个人 对于金钱一向是非常看淡的 他当官就是想做点事 博个好名声 是典型的文人政客 可现在这套根本就吃不开 别人去跑项目 手里提的都是真金白银 他去了就是以礼服人 顶多送点土产 吃吃喝喝 光靠这些 怎么可能办成事 每天看着他迎来送往 见人就说好话 我心里也很难受 他做这个事 一部分肯定是为自己 但如果真办下来 受益的却是龙山市的百姓 曾主任 你觉得对不对 曾义微微汗手 是 燕市长并不是为他自己 在跑这个项目 如果曾主任有办法的话 请一定要支点一二 燕荣又是叹气 他很不想对曾义说这些话 上次在京城市逢其会 自己开玩笑说一说可以 真要是正式说出来了 燕荣就觉得自己和曾义的关系 会有点变味 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燕知道旁敲侧击了无数次 他也不为所动 燕市长返回龙山了吗 曾义问道 燕荣就到 没呢 他不放心自己闺女办事 准备亲自出马 还等着晚上跟你一起吃个饭呢 这样吧 饭就不吃了 我可能今天就要出发去京城 如果燕市长有空的话 可以一起前往 跑项目这种事 待在家里是想不出办法的 不如大家到京城去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曾义说道 你又要去京城吗 燕荣问道 随即才意识到正事 道 好啊好啊 我现在就通知他 呵呵 曾义笑了笑 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也不用太发愁 这件事毕竟是燕市长要做的工作 你的本职工作 是做好南云县投资局的事情 要是这个工作做不好 小心康书记打你板子啊 他把我撤了之最好 我就立刻去白羊投奔老领导 燕荣哥哥笑着 他很感激曾义没有为难自己 还反过来开导劝解自己 两人又在电话里扯了几句闲话 就收了线 很快 曾义就接到了燕智道的电话 小曾 听小燕说你要去京城 曾义点头道 是啊 有点私事 燕智道也猜到是什么事了 他闺女已经不止一次提到 曾义的医术高明 我正好也要去京城 咱们路上做个伴 你看好不好啊 这样最好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曾义笑着 那你就开始收拾吧 等收拾好之后 咱们就出发 燕智道哈哈笑着 这回路上可不寂寞了 下午的时候 孟群声电话打了过来 曾义 怕是要辛苦你了 这边比较紧急 明天早上你能不能赶到京城 如果有困难的话 我来解决 曾义看了一下表 道 没什么问题 明天早上我一定到 现在是下午近五点 快一点返回荣城的话 还能赶上晚上飞京城的班机 那到了京城之后联系 孟群声客气两句 也不耽误曾义出发 就挂了电话 徐力已经把曾义的东西都在车上放好了 看到曾义出来 就立刻拉开车门 然后发动车子 先到南云县城 曾义在车上坐好 道 时间有点紧 可能要跑快一点了 徐力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只是一点头 就踩下游门出发了 下山的功夫 曾义打了两个电话 一是让汤卫国帮自己拿机票 二是通知燕智到出发 车子飞快进城 直奔鲜为小招 燕智到今天就下榻在这里 他的秘书从里面搬出来很多东西 都是些土产 特意还加了不少自补品 大概是想找机会 看望一下孟群声这个生病的家人吧 这么快就收拾好了吗 燕智到问道 小燕还到市里去了 说是京城冷 怕你没准备防寒的衣服 要不要再等一会 不等了 曾义一摆手 笑道 我怕晚了会赶不上航班 是飞机不等人 燕智到看着自己秘书把东西搬上车 就到 那咱们就出发吧 我打电话告诉小燕一声 徐力的车子果然开得很快 昨天来的时候 路上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今天返回 却只用了两个半小时 到荣城机场高速的路口 汤卫国已经等着了 远远看到增益的车子 他就打开警备灯 拉响警笛 一踩油门 就狂奔着在前开道 有意思的是 路上还遇到了另外一个车队 几辆省牌的黑色奥迪 在一辆警车的护送下 也是奔机场去的 汤卫国追到跟前 车速没减一分 直接向前闯过 这副有恃无恐的驾驶 倒下的那车队赶紧靠边让道 以为是碰到了什么大佬出巡呢 否则哪敢如此横啊 等汤卫国的军也窜过 黑色奥迪车里的领导就齐齐侧目 想看看究竟是哪位大佬来了 结果除了看到一辆豪华越野紧跟其后外 就什么也没看到 领导们的鼻子顿时都气歪了 这又是哪个王八蛋二世祖出来瞎胡闹的 那边车里 验制到的脸色已经有点发白了 我的乖乖 曾义这也太强势了吧 去个机场 竟然也用军也开到刚才那个车队里 似乎 好像是由副省长的作家吧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不是汤卫国跑得急 实在是时间紧 到达机场的时候 飞机就只有三分钟起飞了 汤卫国没走后机大厅 直接就进了紧急通道 看到飞机时 飞机的舱门已经跟机场的固定登机闲梯脱离 还是通过旁边的闲梯车 几人踩上了飞机 曾义刚刚做好 系上安全带 飞机就合拢舱门 开始的滑动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迎头钻进了黑色夜幕之中 第二期期章 转了姓 到达京城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寒风凛冽刺鼓 刚下飞机的人 立刻就让京城的气温给来了个下马威 我都安排好了 在京城的这段时间 你就住在咱们龙山市的驻京办 燕之道也是觉得这天气冷得有些受不了 哦 今天走得急 连晚饭都没好好吃 走吧 咱们先回驻京办 吃个涮羊肉 洗个热水澡 每每睡上一觉 曾义就到 燕市长 晚上我还有点私事要办 可能去不了驻京办了 燕市道一愣神 孟群生到底在电话里跟曾义讲了什么事啊 怎么紧张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呢 他只好道 那行 先出去吧 驻京办的车 应该等在外面了 两人顺着人群往前走 准备上机场的街银百度车 徐力在后面提着燕市道准备的那些土产 得有一百多斤重吧 曾义想搭手 但被徐力拒绝了 他可不想曾义的伤再出一丁点问题 人群外面突然传来叫喊声 曾义曾义 三人就站住脚往外看 之间不远处停着一辆武警牌照的车 龙美心并没看到曾义 只是站在车边 双手拢在嘴上呐喊 我在这呢 曾义一抬手 对燕指道道 燕市长 我有朋友过来接我了 说着 他就分开人群 往那边走了过去 燕指道就有些感慨 这曾义在军界的人脉似乎很宽广啊 在荣城就有军车护送直入机场 到了京城 竟然也有军车等在了停机坪上 要知道这里可是京城 没有点通天的能耐 怎么能随意进到这里来 看来小燕没有看错 曾义上次到京城来的时候 应该也是被军车接走的 想到这里 燕指道就搓了搓被风吹的有些僵硬的脸 换上一副笑容 也跟了过去 他的机场想要豁批 没有军方的点头是不可能的 这几乎是国内所有跑机场项目人最头疼的事了 空中管制权 被牢牢抓在了军方手里 只要跟上天有关的事情 就绝对绕不开军方的审批 龙美心看到曾义的脖子上 围着的正是自己上次送的围巾 当时就笑得很开心 道 你就是要来京城 也不用这么急吧 害我大半夜来接你 看被风吹成什么样了 曾义哈哈一笑 道 本来一下飞机 我还觉得京城好像不怎么欢迎我 这北风明显是想把往回吹 不过看到龙大姑娘 我这又立刻感觉到了首都人民那种春天般的热情 连心都快融化了 我呸 龙美心催了一口 没幽默感就别学人家游枪化调 你这是要冷死我啊 罗刚勇一直站在车边抽烟 看到曾义就把烟头踩灭 上前笑着伸出手 道 曾义咱们又见面了 罗司令 你好 曾义就笑着把手伸了过去 跟罗刚勇握在了一起 怎么把你也给惊动了呢 让我很惶恐啊 哈哈 还不能这么叫 副参谋长 副参谋长而已 罗刚勇呵呵笑着 但也没有太过于纠正增议的叫法 自从上次的事情后 他这个庞系道最边缘的副参谋长 突然被宅老叫上玉泉山当面驯化 这也就意味着 罗刚勇升任副司令员的事情 基本已成定局 年前就要正式下任命了 先上车吧 一张嘴 牙都快被冻碎了 龙美心跺了跺脚 这机场的风实在是大 加上前两天刚下过雪 实在是冷得有些难熬 风在脸上吹过 犹如千万把小刀子在切割 燕之道就有点着急了 不等曾义介绍 主动开口问道 小曾 这两位就是你在京城的朋友吧 幸会幸会 曾义就笑着道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龙山市的燕市长 是我的老领导 这次我就是搭燕市长的顺风车过来的 罗刚勇 罗刚勇伸出手 主动跟燕之道打了个招呼 道 燕市长你好 幸会 幸会 能够认识罗司令 是我的荣幸才对 燕之道很客气地伸出双手一握 他刚才已经听到曾义的介绍了 知道这是一位即将升任司令员的将军 燕之道对于武警部队的编制 还是有所了解的 武警部队在省一级是没有司令员的 只有总队的总队长能叫司令的 那就只能是武警总部的首长了 燕之道就暗暗吃惊 曾义的面子也太大了 大半夜的到京城 还能让武警总部的首长前来迎接 这位是我外甥女 跟曾义是好朋友 罗刚勇简单一介绍龙美心 就转开话题 道 燕市长 不知道你要来 实在是对不住 要不就在车上挤一挤 我搭你一段 不了 不了 燕之道连连摆手 不过却在猜测龙美心的身份 看罗刚勇这意思 似乎龙美心的背景还要深一些 驻京办的同志已经等在外面了 出去就能坐上车 就不麻烦罗司令了 说完 燕之道冲龙美心一笑 又对曾义道 小曾 既然罗司令来接 你就去吧 曾义谦一笑了笑 道 那咱们就明天早上再碰面 到时候我去驻京办找燕市长 说完 曾义对徐力道 大徐那就辛苦你一趟 送燕市长去驻京办 罗刚勇本以为徐力是燕之道的秘书 或者是司机 现在听曾义这么一说 就知道自己看错了 道 到了京城 这种是自然的我的人来做 小礼 罗刚勇的司机就上前一步 脚后个猛一颗 也不等罗刚勇在下命令 直接就抢过徐力手上的东西 扛在肩上就往百度车上走 这不合适 这不合适 燕之道急忙阻止 罗刚勇笑了笑 道 燕市长 难道连这点帮小忙的机会也不肯给我吗 这不合适啊 燕市道脸色有些焦急 太麻烦罗司令了吗 燕市长就不要客气了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 等以后有机会的话 咱们再好好句一句 罗刚勇很客气地讲了一句 就把燕之道的话堵死了 意思是就这样定了 我没有时间再和你说这些客气话了 燕之道只好作罢 道 那就等罗司令有空的时候 我去拜访你 众人就此分别 曾义就上了罗刚勇的车子 徐力很自然就坐在了驾驶位上 不等任何人吩咐 就发动车子 开始朝外驶去 晚上的灯光有些暗 罗刚勇此时这才有些看清楚曾义的这位司机 心到这不是一般人啊 看样子也是部队下来的 奇怪 上次见曾义 他可没有带司机 按说他也不是如此高调的人啊 等车子驶上进城的路 龙美心才道 张参谋晚上要守在山上 让我来接你 今晚你就住在城里吧 明天再上山 曾义道 上了你的车 自然是听你安排 龙美心一瞥眼 道 怎么转了姓 平时你这芝麻大的小领导 可是最难伺候的 今天怎么如此好说话了 曾义一拍脑门 做出后悔状 原来你没有安排啊 早知道我就跟艳势长走了 他还安排了涮羊肉呢 龙美心恨得牙齿痒痒 才夸了一句 这小子的老毛病就犯了 他咬着牙道 我安排了趟猪蹄 就怕你不敢去 罗刚勇一旁淡淡笑着 他知道曾义这么晚到京城来 肯定是有紧急的事 所以他刚才就没有真的邀请艳势到一起进城 车子直接到了罗刚勇的家里 用罗刚勇的话讲 曾义不是外人 到了京城 断然没有让曾义住在外面的道理 好在罗刚勇家里比较大 安排曾义和徐丽住下 还是绰绰有余的 家里还特意准备了接风的晚宴 不过曾义明早还得办事 就不能喝酒 罗刚勇也没有勉强 吃过饭 徐丽进了自己的房间 龙美心这才问道 你这次来京城 是有什么急事吗 曾义道 以前的一位老朋友 请我到京城来给人看病 罗刚勇微微汗手 病情很复杂吗 其实他想问的是 得病的人不普通吧 明天去看过才能知道 估计情况不会乐观 应该是病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只是去看看 未必就能治得了 曾义说道 龙美心就到 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他现在很喜欢去看曾义治病 总是能给人一种很大的惊喜 曾义摇头 怕是不行 他现在只是猜测病的人 可能是乔文德 这可能性很大 给乔文德看病 规矩多得很 龙美心现在并不合适过去 龙美心也不勉强 弹开手一耸肩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我去睡觉 说完 站起身来 慵懒的一伸腰 准备朝自己卧室走去 吃完就睡 肥死你 曾义低声嘀咕了一句 龙美心听到了 回身得意的看着曾义 道 等姑娘基因好 怎么吃都不胖 气死你 等龙美心走了 罗刚勇看看时间道 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有时明天再说 第二天清晨 翟荣泰还跟平时一样 出去散步 顺便拎着鸟笼子 让鸟儿也透透气 等回到家里 往老躺衣里一坐 张杰雄就立刻地上热茶 趁着翟老还没捡起内餐 张杰雄就会报道 老首长 曾义道京城来了 哦 翟荣泰有些意外 随即哈哈笑道 我不信 他要是来京城 敢不告诉我 是凌晨道的 因为太晚了 我就没打交老首长 张杰雄就解释了一句 翟老平时一个人 在山上有些闷的时候 就会自己跟自己下棋 以前他会乐此不疲 但最近总是下着下着 就会把棋盘一推 道 不下了 没意思 然后又莫名地骂上一句 一群白眼狼 都快把我这老骨头给忘到天外边去了 话说回来 谁敢把翟老给忘了 那些想见翟老的人 多的都数不过来 只是翟老自己不愿意见罢了 见到他就会很烦 所以 张杰雄心里明白 翟老这事又想起曾义了 曾义是为数不多几个不让翟老烦 很乐于见到的人之一 又能在下棋上胜过翟老一筹 翟老只要起引一上来 自然就想起曾义来了 可惜曾义离得太远 翟老不骂才怪 每当这个时候 张杰雄就会在旁开玩笑道 老首长 要不我去把曾义捆来 让他陪你下棋 这话说的次数多了 翟老都不信了 他还知道来京城啊 翟老哼了一声 捧起茶杯喝了一大口 我还以为他的地图上 就没有京城这个地方呢 你去告诉他 就说我没空见他 让他从哪来 还回哪去 张杰雄笑了一下 道 老首长 曾义这次来京城 是有事情要办 翟老就更生气了 感情这还不是来看自己的 当下他把茶杯就刻在桌上 拿起那餐使劲抖了两下 美心小姐刚才来电话 说曾义这次来 是受朋友相托 来给人治病的 张杰雄走近两步 低声道 生病的人 很可能是乔家的老爷子 翟老的眼角就抬了一下 乔文德病了吗 这倒是没有听说啊 有人说国内的政治是老人政治 虽然有些夸大 但也算说中一些特点 一味老人的生死 往往关乎着国内正含一股势力的兴率 就比如对面的常家 老常一死 常家的威风就不在了 所以有的人病了 就不单纯是生病那么简单 它也是一件很重大的政治事情 即使如此 那乔文德生病的事 翟老不知道 也就一点都不意外 或许是乔家的人不愿意让外人知道 以免被人有机可乘 好像很久没看到老乔了吧 翟老自己问了自己一句 道 前几天别人送来的那些辣味 你找个机会 送过去一些 张杰雄就到 是 翟老不可能真的生增益的气 其实增益很用心 每隔一周 他都要跟自己的专职医生专门通电话 沟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些事情 翟老心里都有数 只是他要不这么说 难道还要说自己很想增益吗 那样的话 翟荣泰说不出口 也不是翟荣泰的风格 增益前脚赶到龙山市的住经办 孟群生后脚就到了 是来接增益的 辛苦你了 大老远让你跑一趟 孟群生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就一个电话 什么情况都没讲 就把人家增益给催了过来 这似乎不怎么合乎做事的规矩 孟大哥说这话就见外了 增益笑了笑 你也是相信我 没拿我当外人 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的 对不对 是 孟群生拍了一下增益的肩膀 道 你这么想 我很高兴 那孟大哥就不跟你客气了 咱们这就出发 路上边走边说 厌制到让人搬出那些准备好的土产补品 道 孟处长 我从龙山带来了一些土产 本想亲自给你送到家里去 但就怕你没有时间 今天刚好凑桥 我让人给你倒放车上去 不值几个钱 就是想让孟处长尝个地道口味 孟群生也没工夫跟厌制到客气 微微汗手 道 谢谢厌市长了 以后可千万别这样了 这么多我哪能吃得了 放着都坏了 不打紧 要是你觉得还可口 吃日舒心 我再带来就是了 这些东西龙山多的事 厌制到一百手 让人把那两包东西都放进了孟群生的后备箱 在去的路上 孟群生才给曾义交了底 曾义 我也就不瞒你了 这次病的是巧老 情况有些严重 一会到了地方 你务必谨慎小心 如果心中没底 也没有关系 就当是走个过场 千万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啊 曾义点头 这个我有分寸 孟大哥放心 孟群生就往座椅的深处做了几分 然后轻声叹了口气 其实这次请曾义过来 他也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在厌制到面前 孟群生这个发改委的司局长助理 尤其的厉害 但放在树大根深 枝叶繁茂的乔家 他连庞系都算不上 孟群生能再发改委谋到这个职位 也是因为是乔老爷子发了话 否则这么抢手的位置 是绝对不会轮到他的头上的 现在乔老病了 在乔家 就是天大的事 他一个庞系都算不上的人物 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的 只是孟群生深感乔老之欲之恩 才壮着胆子向乔老推荐了一下增议 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 孟群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好在是乔老对孟群生宽容 竟然准许了让他推荐的人来试一试 今天如果成功 孟群生就算为乔家立下了大功 证明乔老以前没有白白看中他 但要是不成功 后果可想而知 孟群生在乔家的就更没有地位了 孟群生这段时间没有心思做事 就是在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出一份力 尽一份心 否则乔老这次真的挺不过去 孟群生后半辈子都会心中难安的 乔恩德没有住在玉泉山 而是住在京郊的西院别墅 也是一处老干部安享晚年的好地方 山庄里有温泉园林 小桥流水 环境非常舒爽 到达乔家的时候 秦一周就站在大门口的港厅旁边 这是代客的礼数 另外此时也不比平时 对于上门的大夫 必须要给予重视 这样才能让对方全力以赴啊 曾毅一下车 秦一周看到在没别人 眉头就稍稍皱起 孟群生也太梦浪了 怎么能找来这么年轻的一个大夫呢 群生 这就是你说的神医吧 辛苦了 辛苦了 秦一周还是表现出了极高的素养 上前热情地打着招呼 同曾毅握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秦主任吧 曾毅呵呵一笑 咱们以前通过电话的 我记得你的声音 秦一周有些意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自己也算是个记性很好的人了 可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曾毅就到 去年孟主任在南江省人民医院受伤 孟大叔给你通过电话 秦一周就记起来了 当时自己按着那个号码打回去 是个年轻人接的电话 难道就是眼前这个人 曾毅明也太巧了吧 世界真小 没想到群生说的神医 就是你 这么算起的话 我们都是老熟人了吗 是不是 呵呵 孟群生就解释道 当年要不是曾大夫出手 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 我的骨伤 也是曾大夫给治好的 完全就跟没受过伤势一样的 是啊 这是我清楚 是个了不起的医学奇迹 秦一周就笑着 不过心里还是不怎么看好曾毅 这只能说明对方是个治外伤的好手 但未必对疑难杂症也有高招 曾大夫 快请进吧 咱们到里面详细许说 乔家的院子很大 屋子是做三层的小别墅 曾毅走进去 觉得有些似曾相似的感觉 仔细一想 他心里就笑了 当年乔文德本来要去南江养老的 自己负责布置居所 当时自己所想到的 不就跟眼前的陈舍有些相似吗 乔文德的几个儿子都身居要职 此刻不在家 都去上班了 几个儿媳妇最近都伺候在乔文德身边 但看到秦一周领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大夫 就都没有露面 对于孟群生推荐大夫参与治疗的这件事 跟正苗红的乔家成员 都觉得孟群生的动机有些不纯 是在拿老爷子的命薄前途 秦一周把曾一领进一间小会客室 道 这几位都是医疗小组的大专家 病情上的事情就由专业人士向你解说 屋里做了好几位专家 各个老城稳重的样子 没有一个是低于45岁的 看到曾一 也是奇奇皱眉 太儿戏了 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 又把乔老当成什么人了 怎么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的人 都能给来给乔老看病了 曾一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尴尬 也不以为意 道 秦主任说病情紧 我能先向几位前辈了解一下患者的具体情况吗 说完 曾一找了个位置坐下 等着专家们开口 他这一句病情紧 就是告诉这些专家 你们对我有什么怀疑 现在都可以先搁置在一旁 大家先集中火力 共同研究一下病情 前一周给曾一倒了杯水 就坐在一旁 神色严肃看着现场所有人 第二七八章 后生可畏 国内的医术界最是排资论背 年轻的大夫治好的病例再多 基本都会被归为偶然 而年老的名医就是治坏了病 也只是无心之师 当然 如果你能靠上一个显赫的前辈名家来提前你 年龄资历就不是问题了 曾一亿没有师成宗派 二来年轻的离谱 第三在做的又都是西医 人家一看他手里的药箱子 就不怎么愿意跟他多说话 要不是这次生病的人身份不一般 今天很有可能就把增益给晾在这里了 西本的病情是这样的 医疗小组有位老专家 五十多岁 面色红润有光 看样子是个组长之类的人物 道 患者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厌食 不喜欢吃东西 甚至闻到饭菜的味道 就开始呕吐 后来又发展到不能入睡 情况比较复杂 持续的时间也长 这里是病例 你先了解一下 等会咱们一起去复诊 等复完诊在集中讨论 你看如何 增益就点头道 好 我先看病例 然后再去实地观察患者的具体情况 组长就把病例本推到增益面前 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的 可以问我 患了是普通人 在病例本上 都会记录这个人 以往一些比较重大的得病治病经历 以及身体的日常状况 家族病史 但像乔文德这种级别的人物 就只能是一病一案了 绝不允许医生去随意调查 翻阅乔文德以往的病例 只有医生在无法确认病情的情况 觉得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的 才可以根据需要去翻阅和咨询以往的病例 就是乔文德专职医疗小组里的专家 也只有组长、副组长这样的人 才有权限去查阅乔文德所有的病例 而其他医生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增益是临时请来的 能给他看这次的病例就算是很不错了 至于以往的病例 增益就只能试问而不能看 不光是这次 增益平时跟翟老的专制医疗小组组长交涉 虽然有翟老的亲自授权 但也是只能问、不能看 所有文字性的东西 医疗组都是不会给增益看到的 这是规定 除非增益担任翟老的医疗组长 所以增益也不多问 先静下心来 仔细翻阅乔文德的病例 看能不能找出一丝端倪 对于病例这个东西 增益对西医的做法非常推崇 从病人应诊的那一刻起 所有的资料 包括医生的观察、设备的检测结果、医生的诊断和推测 下的结论和制定的医疗方案 都会详细记录在案 可以让任何一名新接手的大夫 都清楚知道病人的发病的全部过程 以及前面医生的治疗思路 中医以前也有病例 不但有病例 还有 柱油 这里的柱油 可不是指江湖柱油科那些装神弄鬼 故弄玄虚的把戏 柱是告诉 油是原油 说的说是大夫必须告诉病人 生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 让病人做到心中有数 可惜后来医者没有坚持下来 因为害怕医疗纠纷 草草一个药方 就把患者打发了 也不说明药方的药效是什么 甚至具名都不敢 国内现在有一些西医 因为害怕医疗纠纷 也会在病例上捣鬼 一手话题字写的跟捉鬼天师画的符似的 生怕病人认出自己写的是什么 但好在是写病例的这个规矩 还算是坚持了下来 曾一看病例的功夫 又有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虚发揭白 身穿深蓝色中山庄 手里提着一个旧式的公文包 头上戴一顶羊毡帽 中山庄的外兜上还插着一管钢笔 完全就是以前的老派知识分子的行头 故老来了 快请坐吧 秦义舟就站起来 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那老者 秦主任坐 秦主任坐 老者呵呵笑了两声 连续签让 但还是被秦义舟让到了那张椅子里 他坐下后歉意的说道 我是最晚来的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一早有个例行任务 理解 理解 秦义舟笑着给顾老倒了杯水 又顺手把自己兜里的一盒黄鹤楼 放在了顾老面前 道 这么冷的天 还要麻烦顾老亲自跑一趟 实在是辛苦了 职责所在嘛 就是跑了好几趟 也没能为乔老解除病痛 我这心里很是惭愧啊 老者摆了摆手 就要去摸那烟河 一抬头 看见屋里多了个曾义 道 这位是新来的大夫吧 晚辈曾义 受孟主任相请 过来是仪式 曾义笑了笑 站起来跟老者打了个招呼 老者有些纳闷 看曾义脚下的行医箱 应该是个正宗的中医 怎么却看起了西医的病例 他一时有些搞不懂 就打开自己的公文包 从里面拿出一本病例 道 这里还有我写的病例 一起看看 把病例本交给曾义 老者就坐在那里开始吸烟 跟秦义舟轻声聊着天 等着曾义看完病例 这老者叫顾医生 医生医生 人如其名 他是医疗小组标配的中医医生 同时也是中央老干部的健康顾问之一 如今中医界断层的很厉害 老一辈的国手相继过世 而后期之秀中 又少有能独当一命的人才 就连水行舟的得意弟子潘卯进 都不能入选中央保健委的中医专家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确诊率低 治疗效果不能保证 这在医院做糖行医还可以 但要担负起国家领导人的保健任务 就有点勉强了 所以 现如今中央保健委的中医国手齐缺 硕果仅存的几位 还要优先保证现任国家领导人 以及历任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保健需求 至于其他的 很多都已经不再专门配备中医保健专家了 这不是因为领导们不需要不重视中医 而是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合格的中医专家了 就拿顾医生来讲 他现在一个人 就得负责七八位退休老领导的保健任务 所以秦义州才会如此重视 而大国手水行州 已快80岁的高龄 还要整天在全球飞来飞去 执行各种外交保健任务 这也是中医大国的一大国商 曾义看得很仔细 足足20分钟才把病例看完 搞得旁边的那些大专家都心中不耐 听到你小子挺能装模作样的 西医的病例你也看的 中医的病例你也看的 这个 族长想了半天 竟然又把曾义的名字给忘了 只好道 病例现在也看完了 相信对病情你也有初步的了解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曾义就道 要不先复诊吧 等诊完了 我再和几位前辈慢慢论证 族长心道你小子倒是挺谨慎 也罢 复诊就复诊 他对秦义州道 秦主任 你看现在方便复诊吗 几位专家已经交流完病情了吗 秦义州就站起来 道 如果没有疑问 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为乔老复诊了 众人就站起来 把白大褂穿好 跟在秦义州的身后出门 然后上了楼梯 曾义走在后面 上前帮顾一声提着那个旧式的公文包 道 顾老 我是晚辈 提包的就我来吧 顾一声呵呵笑了一声 把手里的烟头掐灭 道 辛苦你了 看样子 你是中西医接通 年纪轻轻就能做到如此 了不得啊 顾一声对曾义这份谦虚礼貌 有些好改 不像专家组的其他西医专家 见面跟自己客气 心里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饿懂一些罢了 在经验方面 肯定不如顾老 曾义笑着请顾老先走 道 等复完诊 还要请顾老多加指点 五 顾一声就点点头 他知道曾义说的指点 不是指医术 自己的病例都已经给曾义看过了 是什么结论 这小子也早就清楚了 有什么可多说的 这小子指的是让自己多提炼一下这里看病的规矩 有眼力啊 一点都没有年轻人身上的莽撞之气 医疗小组的专家上了二楼走进乔文德的卧室 屋里有两名贴身的护士 已经把乔文德今天的常规生理数据检查完毕 看到专家们进来就把记录本地上来 然后站到一边去了 组长看了一眼就把记录本传给后面的专家走到乔文德床前 问道 乔老 你今天感觉如何? 乔文德看起来十分虚弱 睁开眼皮 看到问话的是医疗组的组长 秀道 每天都问一遍 我便能不治而遇吗? 组长就有点尴尬 不是他不尽心尽力 实在是乔文德这个病比较特殊 生理数据都算是比较正常 可他就是不吃不睡 这又不是什么急症重症 不能动用就急的法子 也看不到任何气质病变 可以开刀一切了治 而且还没有器官发生衰竭 你要怎么治 你能怎么治啊? 医疗小组跟踪一个月 除了发现乔文德有很轻微的胃炎外 就没有任何发现了 他们只能采取最保守的治疗方案 而且还不敢过多使用药物 因为乔文德的厌食原因至今都还没找到 而很多药物确实都会导致更严重的厌食 医疗小组可不想把乔文德的厌食越治越严重 所以只能是每天输一些葡萄糖 然后加一点补心 补维生素的药品 维持乔老身体正常的生理 可以说乔文德的身体 就是在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的眼皮底下 眼睁睁的一日不如一日的 偏偏还不能动手医治 后面的专家看到数据也是很头疼 奇了怪了 乔老这到底是个什么病 总不能是精神性厌食吧 他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 又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要知道精神性厌食 一般都属于那些极度厌食 或者是疯狂减肥者才会得的病 乔文德看组长的反应 就哼了一声 道 群生推荐的那位大夫 到了没 前一周立刻上前 道 到了 刚看完病例 正要亲自进行诊断 让他过来吧 乔文德说完 就又闭上了眼 他现在的精神很差 就是换做是一位年轻人 不时不睡一个月 怕是也早都要崩溃了 何况还是一位年于八十的老人呢 他能成到现在 也是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 前一周就朝曾毅一抬手 曾大夫 然后搬了一张凳子放在床边 自己则就站在凳子旁边 随时应付情况 曾毅提着医药箱上前 不忙着动手 而是先观察着乔文德的气色 确实很差 整个人虚弱不堪 看来被这病痛折磨得不轻 看完乔文德气色 曾毅伸手在乔文德的胃肠部位按了按 然后又突然身子往前倾 脸几乎要贴到乔文德的脸上 道 来请张口 乔文德没有张口 却是一下张开了眼睛 虽然躺在床上 虽然整个人很虚弱 但这眼睛一旦睁开 乔文德顿时就有一种射人的气势 他盯着曾毅看了许久 发现曾毅只是淡淡看着自己 似乎就是在等着自己张口 他的眼神才稍稍缓和 问道 你就是群生请来的大夫 是 曾毅答道 好 乔文德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又闭上了眼 随即嘴张开 他心里有些不快 刚才听到曾毅那年轻的声音 他就觉得吃惊 孟群生也太不成熟了 还指望他以后能做到泰山崩而面不改色呢 谁知这么一个小病 他就原形毕露 开始病激乱投医了 到底是小地方出来的 不堪大用啊 曾毅看了一下舌苔的形状颜色 又凑近了一袖 立刻闻到乔文德的口中 有一股急重的口臭味 他心里就大概有了底 好了 可以了 曾毅让乔文德把嘴合上 这才坐到旁边的凳子上 搭了脉 细细品味了两分钟后 就站起来 退到了一旁 此时顾一声又过来 也是坐在那张凳子上 品了品脉 然后脸色凝重的退了回来 秦毅周看大家都诊完了 就抬手示意专家们楼下讲话 回到之前的小会客厅 专家们可能是觉得有些尴尬 就把矛头指向曾毅 企图化解自己的尴尬 曾大夫 你病例看了 也亲自诊断了 是不是有什么结论了 曾毅没有理会专家们的询问 而是神色凝重的思索了片刻 然后去问秦毅周 根据病例记载 病人在得这个病之前 曾经患过感冒 当时有没有吃药治疗 是不是吃了什么口味极重的食物 秦毅周之前还真没把曾毅放在眼里 可曾毅这一问 他就有些骇然了 道 要没有吃 只吃了一碗辣汤 这是乔老的习惯 每次感冒 他都不吃药 吃上一碗辣汤 出一身汗 感冒自然就好了 曾毅又问 那病人不喜欢吃饭之后 还给他做过辣汤吗 秦毅周到 做了 以前乔老最喜欢吃辣汤 可这次病了以后 做好辣汤给他吃 他却说汤是臭的 闻着就想吐 根本吃不下去 就是换了平时他喜欢的其他几样食物 也是如此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闻着就要吐 这也是秦毅周最为纳闷的地方 乔老这一生是无辣不欢的人 谁知最近这一病 他竟然说辣椒乳屎一般臭 怎么吃得下 这可真是邪门的事情啊 能有什么病 让人五味失调呢 曾毅点了点头 却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站在一旁 一副闭口不语的架势 顾医生觉得曾毅这个动作很奇怪 道 曾大夫 你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说出来听听 曾毅就摇了摇头 道 我没有什么看法 顾医生可不这么认为 曾毅刚才的问话看似平常 却非常符合中医的观点 他必定是有结论的 曾大夫但说无妨嘛 我们在这里只是做病情论证 你大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顾医生还以为曾毅是怕出言犯了什么忌讳呢 就提点了一下 曾毅却是苦笑道 乔老的这个病 是可以治的 但我开出的药 乔老必定是不会吃的 所以说与不说 都是一样的 现场的西医专家们对视一眼 都是心中冷笑 这哪是医生 分明就是江湖神棍吗 不会治就不会治 非得说是病人不肯吃药 难道你还敢开出个披霜 鹤顶红来 前一周以为曾毅是在故意拿捏呢 道 曾大夫 先不管行与不行 要不你先开方子 等开出方子了 大家一起讨论看何不合用 是啊 你先说说看 就依你的诊断 这是个什么症 该用什么药 顾医生道 他也很好奇曾毅究竟有何底气 敢说这病能治 难道自己真老了 眼界还不如一个年轻的后生了 一位西医专家也立刻开口道 曾大夫 你这就不对了吗 行不行的 那也要先讲出来大家才知道吗 这话完全就是冷嘲热讽了 他已经把曾毅当成个骗子了 哪有这么年轻的中医 就算是你懂医术 难道站在这里的顾老就不懂了吗 大家都说顾老医术高超 可换了几个方子 也不照样跟我们西医一样 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那我就都单讲两句吧 曾毅把药箱子往脚边一放 道 如果我没有诊错的话 乔老的这个病 是伤势之症 通俗讲 就是吃坏了东西 被食物伤到了 人被食物所伤 身体自然就会厌恶食物 排斥食物 乔老现在不思饮食 闻饭欲偶 甚至觉得饭臭到难以下咽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你认为该用什么药呢 顾医生又问 非大黄不能治 曾毅道 这一下 顾医生的脸色都变了 年轻后生的胆子 也推大了一些 乔老已经一个月都吃不下饭了 你竟然还敢用泻药 第279章 推陈至新 大黄 秦毅周看着曾毅 这是什么药 只有一味吗 药若对症 一味足够了 曾毅淡淡说道 真药 秦毅周本想说如果真对症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 但看过医生朝自己打眼色 就知道这药怕是有点明堂 这话就没有说出口 而是转口道 曾大夫的话 真是很有道理啊 在场的西医专家 也没有完全理解曾毅的话 就看着顾医生问道 顾老 这大黄是什么药 都有什么功效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顾医生呵呵笑了两声 没有接这个话茬 虽然不怎么赞同曾毅的用药方法 但他还是很欣赏曾毅的胆色 以及辩证能力 因此怕说出大黄的作用后 会让曾毅难堪 毕竟曾毅也是中医界的人 就算有错误要指证 也不能由西医代劳 牧师交合上怎么念经 顾医生对此是很反对的 曾毅也对顾医生抱以微笑 他很感激这位老人的风度 不过他不想让顾医生为难 顾医生身为医疗小组的中医专家 论证方子 确定治疗方案是他的职责 他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回避 伤食者必然厌恶食物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所以只要把机制在病人体内的速救食物排泄出去 病人自然就能除救那心 重新进食 这个大黄 功效俊快 最善力下攻机制 用西医的名词讲 就是解药 曾毅主动把话讲明白 此话一出 顾医生心中暗自叹息一生 年轻啊 可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果然 西医专家们先是吃惊 随即就驳斥道 荒谬 患者已经一个月利米未尽了 体内哪有什么速救食物 有的专家直接就甩脸色了 患者目前的癥结 是无法进食 但并无其他生理技能方面的问题和状况 所以当务之急 是想个办法让患者尽快开口那时 只要吃东西 身体自然就会慢慢恢复 你不但不从这个思路去想办法 反倒是要让患者排泄 这是什么逻辑 说我无法理解 也不能苟同 我不是反对中医 但治病可不是按照医书来生搬硬套 有专家直接给曾医上课了 道 你得区分情况 做到活学活用一个健康的年轻人 一天卸上个几次 身体都会虚弱无力的 你再看看患者目前的状况 已经虚弱到了极限 这时候怎么还可以再用卸药呢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顾医生的脸色很难看 他早就知道会是这种局面 真是岂有此理 你们连中医的皮毛都不懂 有什么资格来指点别人用药的得失 顾医生倒不觉得曾医这个要开的有什么不对 但错就错在乔文德不是一般人 这些要一旦喝下毒 出了问题可就很难挽回了 我们坚决反对这个治疗方案 西医专家们说的斩钉截铁 义粉填膺 要不是曾医是乔老身边的人请来的 他们都要觉得这人根本就是怕乔老死不了 赶过来补一刀的 秦义周就有点为难了 曾医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 而且看样子是有点倒横的 否则顾老早就拆穿他了 但这个要似乎又开得很离谱 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曾大夫没有其他的方子吗 秦义周问道 曾医摇头 我个人水平有限 能想到的法子就这一个了 其实曾医刚才看过顾老写的病例 顾老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伤势 但只采用了一些饱和倒消的保守药方 既不幼消 是希望乔老的身体能自己慢慢调理过来 但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效果就是乔老 躺在床上 连睁开眼皮都觉得费劲 对于顾老的治疗方案 曾医不方便急于品评 也不会拉出来借机抬高自己 因为他很明白顾老为什么不用大黄这味药 在中医界有句话 叫做大黄救人无功 人身杀人无过 作为一名御医 故意生神志 半君如半虎的道理 他不用大黄也是有情可原的 大黄是中药里出了名的四大金刚之一 外号将军 由猛张飞之称 就是因为他的药性极为俊猛 用的好 就是一味良药 用不好 那就是杀人的利刃 世人都喜欢进补 觉得好东西吃的越多 那对身体肯定就越好 就是到了生病的时候 一不例外 觉得病了身体会虚 更要进步 哪还有再攻下谢谢的道理 这种想法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所以医者在用药的时候 都尽量不会用到大黄 真要是谢出事了 你跟病人讲不清啊 但曾毅向来认为 治病的时候 如果认证准确 思路无误 就完全可以用药进行精准打击 由此化繁为简 执中病根 就像是斩首行动 勤贼先勤王 射人先射麻 只要病根移去 其他的一些小许症状 自然会树导狐孙散了 对乔文德的这个病 曾毅认为大黄最合用 因为大黄最善于敌肠档位 犹如青道夫一样 将滞留在肠胃中的一切速救陈物 统统打扫出去 由此推陈至新 快速把乔文德的肠胃重新到以前的正常状态 无毒状态 这个功能很像是某些电脑产品所设的一键拯救系统模块 将一切重新复位还原了 而且曾毅刚才把过卖 乔文德虽然看起来虚弱 但卖像红石并没有到虚不受药的程度 完全可以使用大黄这味药 前一周看了看过医生的脸色 见对方没有表示 就到 曾大夫非常感谢你今天能过来一趟 你的这个方子 我会找几位中医专家来论证一下的 曾毅早就知道说出来也是这个结果 到 没关系 也没能帮上什么忙 不过 如果患者今后要用大黄的话 一定要谨慎 最好是找有经验的大夫在旁 前一周新到这小子倒是谨慎 先把丑话说在了前面 意思很明显 你们现在用大黄 我可以负责 但我走了之后你们再用大黄 就跟我曾毅没有任何关系了 出了问题 那也是你们找的大夫没有经验 而不是我今天开的药方导致的 那是自然 如果这个法子可行的话 到时候说不得还要麻烦你再跑一趟呢 秦一周说道 旁边的西医专家都有些生气 这小子一番骇人言论 最后又半点责任都不肯担 简直就是滑不溜溜的老尼秋啊 曾大夫这个观点可真是新颖 厌食就是被食物伤到了 要把食物泄出去才能治好 一名西医专家冷笑了几声 看着旁边的几位大夫道 看来我们都是学艺未经 不知道耽误了多少精神性厌食患者 早知如此 给他们吃几粒泄药 自然就会欣然接受食物 重新焕发人生活力了 要不是地点场合不对 几位专家都要哄堂大笑了 是啊 治病要是都这么简单 世上哪还有难治的病 曾毅回头冷冷看着那名大夫 我并不是反对西医 但我想治病并不能按照公式来生搬硬套 得具体区分情况 乔老的这个病 是伤失以致胃土失和 所以胃土排斥食物 无法进食 而精神性厌食患者 胃土并没有受伤 却也很排斥食物 这是因为病根出在了胃土之母上 旁边的顾医生顿时眼前一亮 道 妙啊 胃为土 心为火 火来生土 所以心火是胃土之母 而心又主神思 如果病人主动拒绝进食的话 心火就不去生胃土 胃土没了生气 自然就不能那时了 要治疗精神性厌食患者 还得治心啊 曾毅就笑了笑 道 顾老高健 说完 他一瞥刚才那名专家 所以即便是症状相同 也要具体区分 而不能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专家顿时憋红了脸 刚才就是他指责曾毅生半硬套 不会具体区分情况 谁知一转眼 这顶大帽子又被曾毅回赠了过来 而且还附赠另外一顶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帽子 真是丢人可是丢到家了 那专家还没法反驳 西医为什么要把这个病叫做精神性厌食呢 就是西医 也认为这个病是出在了病人的精神和思想上 谁能料到中医的扯淡理论也能解释得通呢 周围的几位西医专家 也是尴尬不已 一脚踢在铁板上 这滋味可不怎么好受啊 医术上的事 咱们暂且先搁置 还是集中精神讨论眼下的情况吧 前一周打了圆场 化解了现场的僵硬气氛 他将双方的针锋相对 归为了医术交流 这样谁都不会尴尬 反正中西医切磋上百年了 至今都没有个定论 是病情如火 顾医生走过去 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桌上 招呼道 来 我们大家再合计合计 争取今天拿出个行之有效的方案来 曾毅已经把自己的观点讲完了 就不适合再待下去了 毕竟给乔文德治病 他无法做主 只有专制医疗小组才能做主 他就到 秦主任 孟主任现在是 你要找群生是吧 我带你过去 秦毅周怎能不明白曾毅的意思 就领着曾毅出了之前会客厅 其实通过这番辩论 秦毅周对曾毅还是有些刮目相看的 至少曾毅说的那些东西 连自己这个外行都听明白了 从逻辑上讲 完全是合呼情理的 可惜自己不懂医药 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 孟群生此时就等在外面的大客厅里 看到曾毅出来 就急忙站起来走上前道 怎么样 曾毅摇了摇头 道 抱歉 没能帮上什么忙 孟群生当时脸色就有些发白 稍稍一致 挤出一丝强硬的笑 道 你不要这么想 哪有医生可以包治百病呢 是啊 秦毅周难得应成了一句 道 群生 曾大夫千里迢迢过来 着实不容易 你替我招待一下 我还得去继续盯着会诊的进展 好 孟群生点了头 心却直往下沉 他很明白自己这次完了 非但没有帮上乔老的忙 反而是失去了乔家很多人的信任 不过这也是他自己选择 怨不得曾毅 当下他道 曾毅 我送送你 曾毅点点头 正要迈步呢 身后的楼梯间突然传来脚步声 然后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曾毅 你怎么在这里啊 这一下 在场的秦毅周和孟群生全都吃惊了 要知道能够出入乔家的可都不是普通人 而且还是从二楼下来的 这是贵客啊 可怎么会认识曾毅呢 曾毅回过头 就赶紧笑着伸出手 道 是张将军啊 张杰雄永远都是那副毫无表情的脸色 他从楼上走下 道 正好在这里碰到你 就省得我专程去南疆找你了 你这就跟我去玉泉山 跟在张杰雄身后 送张杰雄下楼的人 正是乔文德的二儿子乔关东的夫人 叫做黄曼玲 此时她也是有些吃惊 孟群生请来的这个年轻大夫 怎么还跟宅老认识啊 张参谋长 这位是 黄曼玲就客气问道 张杰雄虽然只是宅老的警卫参谋长 但在宅家的分量却很重 属于是心腹人物 就算是宅家二代中的那几位砥柱人物 有时候也需要跟张杰雄一起商议事情 所以张杰雄驾到 黄曼玲都要屈身折柜亲自接待 还要称呼对方一声参谋长 而不是什么小张 这是个结交看重的意思 张杰雄很简短一句介绍 我给夫人介绍一下 这位是曾义 是宅老最看重的大夫 就这一句 已经狠了得了 黄曼玲的态度当时就热切了很多 道 不知道曾大夫来了 要是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可不要放在心上 曾义笑着摆了摆手 道 岂敢岂敢 夫人严重了 张杰雄就算知道曾义是来给乔文德看病的 但也不能问曾义为什么会在这里 如果乔家愿意讲的时候 自然就会讲的 他等着两人寒暄完 道 东西送到了 我就不打搅了 这就回去告诉老首长一声 夫人不必送了 留步吧 黄曼玲玲汉手 道 回去一定带我转达问候 替我谢谢宅老 是一定带到 张杰雄把军帽戴上 回头问曾义 曾义 你现在是要 我也正要告辞呢 曾义笑道 张杰雄就一抬手 道 那正好 我在你 说着就要领曾义一起出去 秦义周此时才反应过来 连声道 这怎么可以呢 曾大夫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哪能劳张参谋长的大家接送 这不合适 不合适 秦主任不要客气了 反正顺路 也省得我再专程去请曾义一趟了 张杰雄道 秦义周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难道还真要让张杰雄再去专程请曾义吗 他只好道 那 那我送送张参谋长 曾大夫 孟群生也是紧随其后 他没想到曾义竟然还跟宅老认识 信到自己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至少不会被认为是病急乱投医 拿巧老的性命在搏前程 送到门外 就看张杰雄假意牌子的车停在那里 曾义正要上车 忽然想起一件事 回头对秦义周到 秦主任来的时候 我看到孟大哥的车里备有一些南疆的地道特产 好像其中就有大黄 橙色上家 曾义心里也觉得这是很巧 验制道送给孟群生的那些龙山特产礼 竟然会有大黄 这可不是什么补品 应该是验制道让人去采购滋补药品的时候 药店的人顺便给推销的 因为龙山出产上好的大黄 当地也有不少人喜欢用大黄泡酒 用来治疗一些头疼脑热 跌打瘀伤 口舌生疮之类的常见病症 验制道又不懂医 药店的人说好 他就当作是好东西给采购了回来 谁知道现在就用上了 秦义舟点点头道 好我知道了 曾义也就不再多说 跟孟群生告辞 约好有时间再去 就上了张杰雄的车 离开了西院别墅 等张杰雄的车子一走 秦义舟就赶紧反身回到屋里 向黄曼玲汇报了曾义今天看病的情况 本来是不看好 觉得曾义吓要有些梦了 但现在有张杰雄这么一个意外事情 就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了 黄曼玲听完秦义舟的汇报道 移会专家会诊完毕 你把顾佬请上来讲话 是 秦义舟就知道黄曼玲是要找顾佬询问这个方子的具体情况 道 那我就先下去看看专家有没有得出结论 等秦义舟离开 黄曼玲拿起电话 我给了自己的丈夫乔冠东 把情况简单一讲 人留下了吗 乔冠东问道 黄曼玲道 被宅老请去了 现在应该是在玉泉山了 乔冠东略微一琢磨 道 老爷子的病 一刻都耽搁不起了 这样吧 我现在就回西院 你把大家都叫回来 咱们一起商议商议 用药的事 是眼下乔家的头等大事 而且又牵扯到这么一个有争议的方子 别说黄曼玲无法决定 就是乔冠东也无法下这个决定 必须要把乔家的几大抵住人物全部召集起来 共同商量 说不得最后都还要惊动老爷子本人呢 第二八零章 舵手 到了玉泉山 宅老见到曾毅 就先问乔文德的病情 姓乔的老家伙要不要紧 曾毅想了想 道 只能说是危而不及 这就是说 乔文德这个病虽然很危险 但一时半会还要不了命 不会发什么急症 宅老沉思了片刻 道 你给我详细讲讲吧 曾毅就自己刚才给乔文德看病的事情 以及自己的结论 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不光是宅老诧异 就是站在一旁的张杰雄 也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乔文德的这个病 竟然是吃坏了东西导致的 这未免也太离奇了吧 乔文德一个月无法进食 估计都饿得手足乏力了 可曾毅却要对方吃蟹药 这个制法也更难以理解 你对这个方子有多大的把握 宅老问道 曾毅又在心里认真琢磨了一番 道 认证无误 我有至少八成的把握 宅老就站起来 在屋子里躲了两步 道 威而不及 威而不及 乔文德这个老东西 一辈子都在做着各种抉择 而且运气总是不错 每次都能左右逢圆 没想到老天爷最后 还是要让他再做一次抉择 曾毅和张杰雄都没说话 似乎是有这么个意思 如今的老骨头们 可是没有几个了 宅老心里似乎有所感触 叹道 希望他这次运气依旧不错 上次长虹营心脏病发 宅老能送药过去 一是事情紧急 二是医院已经用尽了抢救办法 如果不送药过去 长虹营只有一死 这时候宅老送药过去 谁也说不出闲话来 再者宅老的地位远在长虹营之上 可这次不一样 乔文德的病一点也不紧急 用不用药 一时半会都不会危及到他的性命 不用药还好些 而一旦用药不慎 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而且以乔文德的地位 宅老也不能替乔家做出任何决定 乔老的病拖了有一阵了 乔家的人 此时肯定也在琢磨着要采取一些行动了 曾毅说道 宅老微微汗手 一个月都不见好转 乔家的人不动都不行了 乔冠东返回戏院别墅 先去楼上老爷子的房间看了一眼 就脸色沉重的退了出来 前一周此时会报道 早上医疗小组复诊过了 讨论的结果 还是建议采取保守治疗方案 再观察观察 乔冠东哼了一声 迈不朝书房走了过去 推开门 里面已经做了乔家的几位核心人物 各个面色凝重 乔家的老大叫做李昭雄 之所以姓李 是因为乔文德以前的化名叫做李汉生 眼下是中班的副主任 名副其实的天子晋晨 乔天琪是乔文德的独女 在某行业监督管理会任职 富不及 乔文德外甥孔振平 不到50岁 已经是中部某省的省长 眼下正在京城参加党校学习 孟群生和顾一生也坐在书房里 不过他们没有资格对乔家的大使发表意见 他们出现在这里 只是要把自己知道的讲出来 好让乔家这些核心成员在抉择的时候 有一个依据 冠东坐 李昭雄把一盒烟递给乔冠东 道 大家就等你了 乔冠东也不客气 坐在了一张椅子里 那椅子就是专门为他留的 今天把大家叫在一起 还是商议老爷子的病 早上群生请了一位新的大夫来 似乎是有些办法 乔冠东顿了顿 道 群生你把情况给大家讲讲 孟群生也知道自己出现在这里的价值所在 赶紧把情况汇报了一下 李昭雄听完就道 顾老您是保健委的老专家了 您说说看 顾一生思索片刻 道 根据我的观察 这位年轻的大夫正如孟主任所说 是有水平的 切证也合情合理 不过这方子就有带商榷了 顾一生当下把大黄的具体功效 以及服用之后的影响 给在座的介绍了一下 乔冠东吸了一口烟 眼前烟雾缭绕 有点像是他现在的思绪 抓不着个重点 他道 顾老觉得这个方子可不可行 顾一生哪敢做这个决定 只能实话实说 道 方子有些行险 如果是我来治 是不敢开这个方子的 李昭雄心里有些不快 他是中办的副主任 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后勤工作 保健也是其中一项 所以他还兼着中央保健委的副主任 平时没少跟这些中西医专家打交道 自然明白顾一生话里的道道 顾一生这话说的极其保守 先把他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就是你们用了这个方子 那也跟我顾一生没有任何关系 但他又很聪明 没有说这个方子无效 而只说有些闲 至于愿不愿担这点风险 就看你们如何抉择了 书房里焉大得很 群生 你陪顾老先到小客厅坐着 李昭雄找了个理由 干笑了两声 是啊 我这熏的眼睛都有些疼了 顾一生站起来 他知道乔家的人只是要召开闭门会议了 等着两人一走 李昭雄就到 老爷子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众人对视一眼 心里明白李昭雄的意思 就是今天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甚至为了以防万一 有一些事情 该向老爷子明说的 也必须明说了 趁着老爷子现在头脑还明白 把今后的大盘子定下来 生老病死 这是人之常情 谁都无法逃避 可乔恩德对于乔家 实在是太重要了 远的不讲 李昭雄能够在中办担任副主任 这就是中央领导的心腹 如果不是支根支底的人 是不敢用的 而乔关东如果不能实时跟上面保持同心同德 让自己始终站在正确的队伍里 也不可能在中纪委这种衙门里深居要直 乔文德的眼光独辣可见一斑 他很早就为两个儿子选好了路 并且扶着他们一步步高升 他的那些政治智慧 政治嗅觉 是你没有经历过那些风浪 就很难与生俱来的 所以在场的乔家核心成员 谁也没有急着开口 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乔家这艘大船 眼下还不能没有乔文德这位经验丰富的舵手 来掌握操盘 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好做的 乔冠东此时问了一句 大哥 群生今天请来的大夫 给宅家的老爷子治过病 你了不了解情况 李昭兄点点头 作为中央保健委的副主任 要是对于这些情况做不到了如指掌 那他就太失职了 宅家的独孙宅浩辉 以前得过风病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谢老爷去治过 但没有效果 后来宅浩辉去了一趟南疆 回来治病就好了 现在还在总餐工作了 群生请来的大夫 就是从南疆来的 乔冠东补了一句 然后看着李昭雄 大哥你看这是可靠步 李昭雄想了想 道 宅浩辉的病 不是保健委的专家经手 具体的情况很难知道了 不过我倒是知道另外一件事 长家那位已经过世的老爷子 有一次心脏病发 在军总医院抢救无效 被下了病危通知 已经是就不活了 后来宅老送来两颗药 竟然让长老爷子起死回生 这件事有好几位保健委的专家都在场 后来长老爷子去世的那次 也请了佩奥的那位大夫过来 可惜来晚了 赶到的时候 长老爷子已经去了 听当时负责抢救的专家讲 那位大夫很年轻 如果这两件是指同一个人的话 坐在旁边许久没开口的孔振平 也开了口 这个消息着实令人振奋啊 如果跟今天孟群生请来的那位大夫 是同一个人 那这个方子的可信程度 就大了很多啊 李昭雄就拿出电话 我核实一下 此时秦一周敲门进来 扫了一眼 看屋子里没有故意生和孟群生 就到 刚才老爷子专门过问了今天曾大夫看病的事 众人明白老爷子的心思 他之所以会过问 完全是因为这位大夫是孟群生请来的 老爷子对孟家的这老父子俩 到底还是有感情啊 秦一周又道 我不敢隐瞒 若是向老爷子讲了情况 李昭雄就示意秦一周说重点 伤失病又不是癌症 瞒着老爷子没有必要 何况说开了也好 老爷子有什么吩咐 老爷子让我去问顾老一句话 秦一周顿了一下 道 老爷子想知道顾老行医一生 用大黄治好病的例子有多少 治坏了的又有多少 李昭雄就轻轻跺了一下脚 真是关心则乱啊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去问这个呢 顾一生说大黄不能用 只是根据大黄的功效 以及老爷子当前的情况来推断的 但到底大黄用了是否一定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他可没讲啊 乔观东站起来 我去请教顾老 他也是坐不住 有些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李昭雄要留下来核实赠益的来历 这事就只能乔观东去做了 我年轻的时候 倒是偶尔会用到大黄 最近这几年 却是没有再用到这味药了 顾一生听到秦义舟的问题 先是很意外 思索了大片刻 道 现在仔细一回忆 好像用大黄治好病的例子 倒是能想起来几十例 但治坏治伤的还真的想不出 乔观东和秦义舟齐齐松了口气 想不出 那很可能就是没有 也就是说 这味药并没有顾一生之前说的那么可怕 乔观东就坐下来 对顾一生笑道 顾老您是用药的大行家 您给斟酌一下 看这个药能不能有一种比较安全的用法 既能看出疗效 又不至于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试药了 中医上常用这种手段 在无法确认病因的情况下 顾一生有时候也会先下一两手药 去探一探病情的深浅 琢磨了一下 顾一生道 对于大黄这味药 我用的不多 但根据经验 如果要用的话 倒是可以降低了剂量 先吃上一剂 大黄的妖性是出了名的俊猛快捷 一剂就能知道有没有效果 多少剂量是安全的 乔观东又问 顾一生想了想 说了一个数字 道 绝不能超过15克 早上曾大夫来 有没有开出剂量 乔观东继续问道 这个必须得问清楚 毕竟顾一生也讲了 他不太会用这味药 而那位曾大夫既然敢开这味药 必然就是会用这味药了 顾一生一摇头 道 这个倒是没有说 当时曾一一说要明 医疗小组就炒开了 哪还能顾得上细问剂量啊 乔观东就扫了孟群生一眼 心中有些不悦 光有方子 不留剂量 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 顾头不顾尾的 孟群生忙拿出电话 道 我现在就给曾大夫打个电话 把这些都问清楚 是乔家 曾一接到孟群生的电话 先向坐在对面的宅老说了一声 看宅老不反对 才接起电话 道 孟大哥 曾一 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孟群生问了一句 方便 孟大哥请讲 孟群生就直入主题 你早上开的方子 需要用多大的计量 90克 曾一说了个数字 足量一计 孟群生心中吃了一惊 这个数字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那便顾老说绝对不能超过15克 而曾一一开口就是90克 还必须是足量一计 放下电话 孟群生把计量一讲 顾一生就直摇头 不行 这绝对不行计量太大了 会出问题的 年轻啊 太年轻顾一生已经在心里给曾一贴了个标签 这就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后生啊 这个计量不能用 乔冠东再次向顾一生确认 绝不能用 计量太大了 顾一生还是摇头 但他清楚 乔冠东把一句话问两遍 就不是问自己能不能用 而是要知道有什么办法既安全又能用药 在心中斟酌了许久 顾一生才咬牙道 如果一定要用 计量必须减半 最多 最多能用30克 这个计量 顾一生还是有把握的 他把过脉 直到乔文德目前的身体状况 30克的计量 应该是在安全界限之内的 乔冠东就知道这个药还是能用的 只是顾一生不敢用罢了 这也可以理解 谁也不想出现自己无法挽回的局面 在楼下等了一会 李昭雄那边也打听清楚了 根据军总医院专家的描述 当时抢救常红营的年轻大夫 就是今天被孟群生请来的增益 这让他大为振奋 只要不是赤脚医生瞎开药方 那就比较靠谱了 秦一周把这些消息 还有顾一生的那些话 都原原本本去告诉了乔文德 乔文德闭眼在床上想了很长一会 最后道 告诉顾老 计量减半 先吃一剂 秦一周的背上就出了一层冷汗 乔老这是在冒险啊 可见他被这个病折磨的有多么痛苦 躺在床上睡不着 看见吃的东西又想吐 这哪是人寿的 乔文德自己下了决定 医疗小组的人虽然很反对 但在乔家几位核心人物的要求下 也只能勉强一试 乔文德试药 就不简简单单是试药了 现场的急救设备全部打开 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状况 几位西医专家更是全身踢挂 严阵以待 急救车也等在楼下 医院方面更是专门预留了急救室 如果一旦有不测情况发生 也能确保乔文德的生命万无医师 那边顾医生虽然知道 西医们做了完全准备 但还是有些紧张 饶食给不少领导治过病 此时也是一头戏汗 他架起了两个药锅 一边煮着大黄 一边煮着解药 两碗药几乎是同时端到了乔文德的面前 即便剂量已经减半 但看到乔文德喝下一半的药汤时 顾医生还是忍不住上前夺下药碗 坚决不让乔文德再喝了 就是这一半的药汤 也搞得现场气氛极度紧张 大家各个摒弃净声 都在仔细观察着乔文德的每一个表情变化 生怕不能及时发现不对劲的情况 西医专家们都认为乔老吃了歇药 一定会大谢特谢 顾医生紧张的表情 更让他们觉得这种猜测几乎就是事实 而且马上就要发生 可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从下午一直等到了半夜 李昭雄几人就坐在隔壁 大家没敢睡 都是坐在椅子里 困了就打个盹 前一周走进来的时候 几个人立刻警醒 李昭雄问道 情况如何 我问过顾老了 现在要误得有效期已经过了 前一周说道 老爷子没有出现排泄的情况 而且已经能够睡着了 好啊 李昭雄一拍椅子的扶手 老爷子可是有将近一个月都不能睡着了 看来这要是完全对争的乔家度过这次的难关 大有希望啊 刚才老爷子醒了 吩咐顾老明天无需减量 再吃一剂 前一周说道 第二天 顾医生胆战心惊的又熬了一剂药 被乔文德一口不胜的喝了下去 顾医生此时只后悔 为什么自己偏偏就是乔文德的保健医生呢 这次乔文德就算能备治好了 自己也要被吓出一身病来 喝完两个小时后 乔文德的肚子终于有了点动静 西医专家们精神大振 这是要泄了 谁知乔文德变出几粒素粪后 肚子就又消失了动静 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脸色明显好看了许多 但大家不敢大意 继续盯在屋子里 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情况 等到大半夜 大家就有些撑不住了 毕竟是连续折腾两天了 在乔文德的屋子里 专家们沉沉睡去 隔壁房间里 乔家的几位核心成员也都打着盹 秦义舟坐在椅子上 猛然一个打盹 就醒了过来 睁开眼 他习惯性去看床上乔老的情况 一看之下 就吓出一身汗 睡在床上一个月的乔老竟然不见了 乔老乔老 秦义舟赶紧喊醒大家 然后急匆匆地满屋子去找 隔壁的李昭雄几人就被惊动了 听见秦义舟在外面大喊 乔老两个字 几人平时就是在如何的太山崩而面不改色 此事也都奇奇变了色 难道 难道老爷子就这么去了吗 几人冲出屋子 就看到秦义舟正在挨个打开房门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李昭雄问道 秦义舟就道 老爷子不见了 李昭雄恨恨的一瞪眼 人不见了 至于这么大呼小叫吗 大家都去找找 秦义舟才是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不对 但这两天他的精神也完全处于紧绷的状态 乍一睁开眼 老爷子不见了 换了谁都得吃惊 秦义舟刚才都以为自己是在睡梦之中呢 不然老爷子怎么会不见了 现在想想 这未必是坏事啊 大家匆匆下楼 刚到客厅 就听外面传来威严的声音 嚷什么 我还没死呢 众人大喜过望 赶紧推开房门 就看外面银庄素过 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 原来昨夜竟是下了一场大雪 乔恩德此时就站在院子里 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 脚下已经扫出了一片空地 秦义舟赶紧拿出一件大衣 冲过去给乔恩德披上 道 乔老外面这么冷 还是赶紧回屋吧 李昭雄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经一个月不吃不睡 卧床不起的老爷子 竟然自己下地去扫雪 这不是还在睡梦之中啊 乔恩德扔下扫帚 就往屋子里走 道 我已经没事了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一周 你招呼一下 李昭雄上前两步 伸出手 就要去扶老爷子 谁知乔恩德一瞪眼 道 你这个保健委的副主任 我看作的实在是不合格 说完 乔恩德自己背着手 也不用人服 就自己走进了屋子里 李昭雄有些惭愧 他知道老爷子的意思 自己作为保健委的副主任 却没能发现曾义这等神医 这实在是不称职啊 而且还害得老爷子受了这些苦 但此刻他一点不介意被老爷子训斥 老爷子还有力气训斥他 也是一种好事啊 众人跟着进去 就听乔恩德道 准备早餐 然后把曾大夫请过来 我要当面道谢 昭雄你亲自去请 对了 怎么不见群生啊 让他也过来 就这么说 听信念 酩薄 你可以 好 amento 谢谢大家